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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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一次我們上到這個 魏公子列傳才上了三小段而已 在397頁 上到這個魏公子 跟他的兄弟 跟他的哥哥的心結 好 那底下 底下這個司馬遷就 蕩開 不寫他跟他哥哥 也不寫 不寫這個魏跟秦的關係 要直接來寫 這個魏公子的門客 那魏友隱私曰 侯盛 這裡開始 397頁的倒數第二行 年期時 家平為大樑宜門見者 公子聞之 亡請 欲後衛之 不肯受 曰 曾修身結刑或結姓 數十年 終不以見門固 見門困固 而受公子財 先到這裡好了 因為底下很長 好 那魏友隱私 隱私就是沒有出來 參與政治的人 就叫隱私 有德行而未出事的人 叫隱私 其實他現在也有公子 他的公子是看承門 看守承門 算是一個很低的公子 不過在司馬遷的看法裡面 這個大概還不算是出來做官 因為以侯生的身分 或他的才能 他如果出來應該不知一致 做到這個所承門的人 那這個人叫侯盈 姓侯明盈 那麼年七十 已經七十歲了 應該退休了 可是他家平 所以因為家平 所以七十歲還沒有辦法移養天年 就為大樑宜門見者 見就是看守的意思 那麼儀門後面會寫 現在他沒有住 現在其實有住 那考證有說 大樑城有十二門 東門約儀門 那麼這個是 遇覽引使記的文字 不過這個應該是註解 那我們後面會看到司馬遷 會說儀門是在哪裡 等到後面他會來呼應這裡 好 見剛才我們說過的是看守 看守承門的人 公子聞之 公子聽到這個守承門的喉聲 投贏非常的賢能 所以就王請 這個請是請為門客的意思 就去要請求他擔任 為公子的門客 後遇後位之 這個儀要作為為 通這個字 正的意思 愧正 他就是想要豐厚的來送他一筆錢財的意思 因為底下說 忠不受 忠不已見門困固而受公子財 表示他是要給他財物 所以欲後位之是說想要好好的送他一筆錢 不肯送但不肯接送 那麼曰臣修身結姓數十年 這個臣是對別人的謙稱都稱臣 不一定真的是他的臣子 那蒲啊臣都是謙稱 修身結姓 那個這個修我們現在寫這個修 這兩個字啊 這個修跟這個修當然有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常常用這個字來代替這個字 像但是有些字不要代 歐陽修的修是這個修 不是這個修 所以歐陽修你要寫這個修 因為他的書法留下來 是簽這個修的 現在有歐陽修的書法還看得到 好那這裡就是通字通用啦 修養 那麼身心 結靜品性 結靜操守這個節 通這個節 好數十年就是我這個 自己修養自己 然後我這個行為非常有操守 我不會因為啊 終不已 終究不應見門困固 守門啊被困住了 就是我守門沒什麼錢財 所以就陷入貧困而受公子財 那就是不肯接受啦 那儀式公子乃自久大會並客 底下這一段當然是大力的寫 為公子什麼樣子的理賢下事 這一段寫得非常精彩 要注意他的 他的觀點跟場景的變換 疑似公子乃自久大會賓客 坐定 公子 重機聚 虛左 自營移門 侯生 侯生 設備一貫 直上在公子上座 不讓 御官公子 公子 公子職配御公 活生 又為公子曰 曾有客在仕途中 願望聚聚過之 公子允居入市 活生下見其客諸害 避逆 故久立與其客語 為查公子 公子 原色欲和 當事時 為將相中式賓客滿堂 代公子舉酒 世人皆官公子職配 從濟皆切罵活生 活生官公子色眾不便 乃謝客舊居 好我們先到這裡好了 這是 一個小段落 那他說這個公子儀式乃自久大會賓客 注意這個場景是在公子家 公子家 擺酒啊 擺了大酒宴 擺了流水席 要好好的請賓客 坐定 這個坐定不是公子坐定 是賓客坐定 碳上省略掉賓客 公子呢 公子自己要出去出門了 公子從虛聚 這個從虛聚是代子聚聚的意思 率領子一堆車啊 這個馬 就就 一些行 比如說那個那個 弄一個車隊嘛 12部車子之類的這樣子 要去幾乎 那麼擺派頭 須坐 這個公子的車子 那公子自己的車子 須坐 左邊沒有人坐 那麼左邊在古代是比較 位置也比較高的 所以 那就表示說那個位置是要給侯生坐的 所以自營移門侯生你看 自己去迎接啦 不是派人去迎接 那麼 那侯生 到了這個當然 場景到侯生家 侯生設備一貫 侯生設是整理 整理整頓 就是條 來啦 必一貫 必是破敗啦 在這裡當然是破了的衣服 老舊的衣服 帽子 怪 那麼古代一定要戴帽子 這個 只要行過成年禮的人都要戴帽子 所以穿上破敗的衣服帽子 整理整理直上在公子上座 這個在是居的意思 直接啊就大大方方的啊 就上了公子的上座 上座就是左邊啦 不讓 一點也不遷讓 這是故意描寫侯生的 巨傲不遜啦 好 玉與觀公子 注意各位注意這五個字 玉與觀公子 想要來考察 考驗一下公子 那這個這一句話其實是 我如果問你們說 這個是什麼觀點呢 這五個字是用什麼觀點寫的 全知觀點 好很好 那司馬遷可以用全知觀點嗎 照道理歷史是不可以的 歷史應該用客觀觀點對不對 所以司馬遷有時候會 揣摩人家的心理 然後寫出他全知觀點的方式 這就是所謂的全知視角 所以玉與觀公子是知道說 何盈想要來考察一下公子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 這麼樣子的有修養 這麼樣子的誠心誠意 那其實這句話不寫的話 我們大概也知道 不過寫了就很明顯 那公子直配義工 直是哪子啦 配是馬鞭 所以馬將對不起 不是馬鞭 馬將 拿著馬將啊 更加的恭敬 何盛又為公子約 何盛又告訴公子說 曾有客在仕途中 那麼這廟就是說 魏公子要來請何盛去當門客 然後何盛說我也有門客 我也有門客 當然你說說 我有客人 但是用稱客人又不太對 我也有等於 我也有我的好朋友部下 在仕途中 市是市場啦 圖是圖戶啦 就我有一個朋友啊 住在市場的圖戶裡面 當然是古代市場 當然有各種不同的人嘛 他是殺豬的 殺豬殺牛的啦 愿往居居過之 愿是希望啦 往是屈辱 就是委屈你啦 希望能夠委屈你的居居過之 過是訪的意思 拜訪的意思 過之就是去拜訪他 我等於說你幫我 你載我一層 我到我的市場 我到市場裡面去看我的好朋友 那這當然是故意的啦 故意吊燃他 看他會不會說 我現在要趕回家去吃飯 不要不要煩啦這樣子 他就說我希望這樣子 公子允居入市 公子二話不說啊 就把車子啊 往市場開去 入市 到市場裡面 市集裡面 活生下見其客諸海 你看活生啊 不是在車子上打招呼而已 他竟然下車去看他的門客諸海 那避逆 我們現在寫成這個避逆 避逆本來是鞋子眼睛看人的意思 就避逆不可一世的避逆 那這裡 這裡是 這裡其實 引申為啊 他不正眼看公子故意啊 在那邊跟他的那個門客諸海 談笑瘋生 好像公子不存在一樣 這樣子 就是 考驗他會不會生氣 然後他也不引見他 他也不把這個門客引見他 各位注意這是一個伏筆 他先把諸海引出來 先把諸海引出來 那等一下諸海就會有作用啦 好 避逆 故久立 故意久立 故意久久的站在那裡啊 跟其客語啊 就是故意站在那裡站很久 跟他朋友講得好高興喔這樣子 違查公子 違是暗的意思啊 暗查公子 暗中查看公子 好 前面不是說欲與關公子嗎 所以啊 這就是在關公子啦 前面直上在公子上座 無辣也是要關公子 底下建築漢也是要關公子 是吧 公子顏色如何 公子這個顏色就是龍色啦 龍色神色啊 更加的謙和啊 一點也不 一點也不生氣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是在演戲嘛 大家在彼此演戲啊 那當然他如果這下子生氣 不是就泡湯了嗎 不行形象也沒了 所以司馬千是故意這樣 兩個對比 他注意用對比的技巧啊 一個好像很沒有禮貌 一個非常有禮貌 來凸顯 當然我們也知道 如果你有預期過 你也知道 活影是故意的啦 他是要造就公子的愛世之財 愛愛財的這種美名啊 所以公子原色愈和 好注意當事實 我們前面說先從公子家 到侯營家 又到市場去 對不對 現在呢 當事實就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侯營跟諸海 在那邊避逆的時候啊 公子家呢 衛相相中式賓客滿堂 你看場景又回到公子家來 匠相這是官啦 匠是軍匠 匠是文官嘛 武匠文官 中式 中式就是衛王的同族啦 就是他請了一大堆賓客 滿堂啊 坐滿堂上 拜公子舉酒 等著公子回家舉酒 好 舉酒是開宴的意思啦 那麼這個是古代的禮儀啦 我們現在也有 我們現在也有 其實如果同學們比較注意的話 你比如說有人請客 你們現在還機會很少啦 有人請客 我也看到有人這樣 那個主人還沒有說開 開始那個 菜已經被吃得差不多了這樣 那在古代的話 主人一定要先把被子請起來說 歡迎大家光臨啊 這個什麼 然後你喝了酒以後 你才可以開始吃菜 這就是所謂的舉酒啦 舉酒就表示開始吃了這樣子 那主人沒有回去舉酒 大家都不能吃 所以乾瞪眼在那邊看著 看著不能吃 那這個一單哥我想大概 至少總共要一個小時啦 甚至可能一個時程 那當然就很久啦 所以大家肚子餓了 所以士人接 好 注意 你看第一層是 公子家的位 將相中式賓客滿堂 通通在等公子回去 他們不知道公子要請誰啊 那怎麼會有一個 這麼大排的人啊 士人接官公子直配 市場上的人啊 多看著公子啊 自己啊 拿著馬匠 在那邊駕車 在那邊駕車 好 從濟皆謙罵活生 這個隨從公子的那些 那些 車隊啊 技兵啊 通通在私底下罵說 這叫我幹什麼啊 這麼囂張啊 這樣子啊 這麼狹敗這樣子啊 那活生士公子 社中不變 好 回到活生來了 活生看 又回到市場來嘛 這樣看公子社中不變 好 神社始終不變 始終沒有不高興的顏色 乃謝客舊居 於是啊 就慈北諸害 登上車子啦 這個舊就是登啦 謝是慈北的意思啊 慈行啦 好 至家公子引活生座上座 便戰賓客 賓客皆經 酒憨公子起為受活生前 活生因為公子曰 今日迎之為公子亦足以 迎來一門報官則也 而公子親往居聚 致迎迎於眾人廣座之中 無疑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 難迎遇就公子之名 故久立公子居聚於世中 過客以關公子 公子育公四人皆以迎為小人 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事也 這是活影的話到這裡 於是霸酒 活生遂為上客 好 這一段是回到公子家啦 所以自家自家當然是自公子家 公子引活生座上座 公子就帶領活生座上座 第一個座是動詞啦 就我們現在的座 上座的座 我們現在做這個上座 好這個上座當然是名詞啦 我們都知道這個上是形容座啦 就是最好的最高的啦 就是主客啦主客的位置 帶領活生去做主客的位置 便戰賓客 好所謂說 戰者告也 便應便戰者告也 為以活生便告賓客 我想這個註解就註得很好了 那麼劉溪哉 對不起劉溪 劉溪市民啦 劉溪的市民說 稱人每月戰 戰轉吉其美而續之 這個也可以講 好那中鼎記者說 戰無戰業之戰 那就是告業的意思 我想 戰就是告的意思就可以了 便戰賓客就是 跟賓客們一一引見說 這就是活生啊這樣子 那大家 非常驚訝 賓客接近 怎麼會請一個看門的人來 坐在主位的位置呢 所以賓客不太能理解 魏公子在想什麼 大概想說他一下子 腦筋燒壞掉了這樣子 好那酒憨不只這樣子 酒憨啦 酒憨是暢快的意思啦 我們說酒憨而熱的憨 喝得很暢快的時候啊 公子齊 公子為什麼說齊呢 因為古人是 跪坐的 那麼 所以古人有席子 就跪坐在地上啊 當然鋪一個東西坐在那裡 然後他就洗身 為壽活生前 好 為壽是敬酒的意思 為壽就是我們在那邊說啊 祝福你長命百歲啊 什麼什麼這樣子啊 所以 敬酒的代名詞啊 那麼古代也稱為 奉商上壽 如果你看到這四個字 也就是為壽的意思 就是 就是 公敬的敬酒 所以 這個起為壽活生前啊 自己親身到活生的面前去敬酒 那麼活生啊 因為公子也 這個因是借這個機會啦 借此機會啊 就跟公子講 借此公子來敬酒的機會 就跟公子講 說啊 今日營治為公子一足矣 這個為是為難的意思啦 我今天為難你啊 也夠了啦 足就是足夠的夠 足夠了 就我今天 呃 雕然你很久了這樣子啊 營乃以門報官則也啊 關是門栓的意思啊 門栓啊 那麼我們現在寫這個門栓 寫這個栓 政治是這個栓 你看門裡面有一條 有一個木板就栓住了 這個 這是政治啦 好 所謂報官則也啊 就是我報門栓 來鎖這個關門啊 那為什麼要用報呢 你說拿門栓不是好嗎 我想這個因為表示那個 門栓很大 要要報起來這樣子 當然報官是一個 呃 可能是當時的行怪用語 而公子親往居居 你親自啊 羞辱你啊 這個屈辱你代子居居 自營營於眾人廣座之中 那在大大眾面前啊 去贏我 不予有所過 好這個過還是拜訪 不予有所過是 不應該啊 讓你親自來拜訪 金公子顧過之 這個顧之啊 當靖好了 哪 竟然啊 親自來拜訪我 金公子顧過之啊 就 先 今天公子你竟然 親自來拜訪我 對吧 蘭那個這個都不應該啦 我不應該讓你如此 不應該這樣吊燃你 我應該老早就應該自己去了 這樣子 蘭營欲救公子之名 好主意這個終於終於講出來說 我懷疑啊想要成就你公子的美名啊 顧久立居居是中 這個顧是所以的意思啊 所以我就久久的站在啊 讓公子你的居居啊 在市場上那邊站了那麼久 過客以關公子 這顧還是拜訪的意思 拜訪門客啊來考察公子啊 拜訪我的朋友 來看看你 有什麼反應 公子育公 世人皆以營為小人 而以公子為長者 能下視野 市場的人啊 都認為我懷疑是小人 那這裡的小人君子啊 是以德言啊 以德言啊不是 不是以年紀也不是以身份言 是以德 就說世人都認為我這個活營 是個沒有修養的小人 竟然這麼不識相 而以公子為長者 認為公子你是個長者啊 長者就是心胸寬大 這個不計較的人啊 也就是說非常有修養的人啊 所以從道德的角度來講啊 就是一個有修養的長者 能下視野 注意能下視野 這個能下視這個更重要啊 就說身份地位這麼高 是富貴者 但是能夠謙卑謙義自己 然後來 對待我們這些卑下的人啊 這麼好 好 那麼到這裡講完啊 意思就是我猴吟 是故意要這樣做的 你不要見怪啊 那這一段話 如果在小說裡面啊 是不應該出現的 出現這一段話 等於是自己出來解釋半天 各位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寫小說 你不要不必講的話就不要講 那要考驗讀者 讀者要有水準 閃文是可以的 閃文就是自己寫一些 反正藍藍自語沒關係嘛 但是小說基本上 要解釋越少也好 讓讀者自己去讀 尤其是最好是能夠 善加利用冰山理論 那只講你要講的一部分 然後有一大部分 留給讀者去想像 那麼像我們台灣的一個小說家 就奉行蹲冰山理論啊 就是鄭清文啊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讀過他的小說 你們可以去讀看看 他有時候連續十幾個對話 連一句解釋都沒有這樣子 那麼就要你要去揣摩 那個對話裡面的語氣啊 那個講話的人 到底是跟另外一個人 是什麼關係啊 甚至有時候 你連誰來講話都不知道 就可能要去推測說 這句話是誰講出來的 當然如果你看過我的小說講話 你應該知道 講話每個人講話 應該有不同的口氣 跟不同的用詞 所以你要揣摩他 那這一段話當然 司馬謙是故意要讓我們了解 魏公子是多麼的理賢下事啊 那麼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其實這是兩個人 或是說一堆人在那邊演戲 給成就了公子的這個 長者能下事的這種這種 好的名聲啊 好 於是罷酒 這個 這個於是就是承善而來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啊 就罷酒就是結束了 喝完了 活生遂為善課 活生一世就成為 魏公子的門下 門客裡面的善課啦 最受禮欲的門客 然後底下第五小段啊 補了一個結尾 活生魏公子曰 陳首過屠者諸漢 你看我拜訪的那個屠夫啊 諸漢 此指賢者 這個人是個賢者啊 視莫能知 視人不能了解他是個賢者啊 故隱屠間而啊 所以啊隱居在屠夫之間啊 那麼就像我活營啊 也是個賢者啊對不對 但是我隱居鎖門呢 那這些當然都是講說 他們其實是有能力的 公子往朔請之 公子也好幾次啊 去請他來做他的門下課 那一定有送他東西嘛 好 所以諸漢故不互謝 這個故字是堅持的意思 就是不互謝 就是不回敗 這個謝是回敗的意思啊 謝是打謝啦回敗 就諸漢不理你送東西來 我就收了我不理你這樣子 那在古代這是非常不禮貌的啊 故意要 各位都知道這禮上往來嘛 你們家古人的話 你來拜訪的話 就要回去拜訪 有沒有 所以 這個 古代如果有人來拜訪 你不回敗的話就失禮啦 所以諸漢是堅持不回敗 那後面有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不回敗 他認為這個是小禮 不值得做 所以公子怪之 這個怪之有兩個解釋啦 一個是公子就責怪 這個之如果把它解為諸漢 那就是公子啊 心中就責怪諸漢 這麼沒有禮貌 但這個說法比較不好 所以公子怪之 這個之應該是說 公子往受請之 諸漢 故不復洩這個事情 公子覺得好奇怪喔 我這樣做你為什麼 不復洩呢 那就是覺得疑怪 而不是責怪啦 不是應該不是責怪啦 那當然你可以說責怪 但是看起來沒有啦 公子大概還沒有這麼樣的小心眼啦 反正公子就覺得奇怪 這個人怎麼這樣子 好 好以上是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是寫公子善用世人 以及他禮賢下世的氣度 那最前面那一段當然是一個特別的影子 就是說告訴我們魏公子 被封為公子的時候 其實魏國的國勢已經開始走下坡了啦 他底下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時間已經過了20年了 各位還記得我上次說過說 敘事的作品一定有時間一定有空間嘛 對不對 那前面時間出來就告訴我們是 他是這個昭襄王的時候 然後安息王的時候 昭王是死了 然後安息王即位 好 那麼我們看 魏安息王20年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君 又進兵為邯郸 公子解為趙惠文王帝 平原君夫人 受魏魏王及公子蘇請就一位 魏王使將軍進筆 將十萬眾就趙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 吳公照 淡目且下 而諸侯敢舊者 以拔照 必宜並先及之 魏王孔 使人只盡筆 劉君畢業 名為舊照 使此兩端以冠萬 我們先到這裡 這是一個小段 這是第六段 那麼魏安息王20年 我們剛剛文章一開始 是魏安息王剛剛集位 所以中間過了20年 你說20年都沒事可記 因為沒有什麼值得記的 所以能 要寫啊 一瞬間也可以寫很長 不寫的話 100年也就過去了 那麼20年也就過去了 所以這就是剪裁嘛 就是剪裁 要知道要寫什麼 因為中間沒什麼好寫的 你囉囉嗦寫半天一點也不精彩 各位寫作文要注意這個 就是說你要剪裁 要知道剪裁才不會自慢 才不會 或者是容慢 那麼各位可能有看到 我譬如說我的評語裡面 會跟你講說你的結構不夠嚴謹 或者是你的敘述有點自慢 可能就是 或者是你沒有調理啊之類的 就是說表示 在文章的組織上面還可以改進 這樣 那以後如果有做文 我有可能跟你寫這些東西 你可以體會體會 不一定同意 像我有些 有些同學很喜歡用 用這個陰性書寫的方式來寫東西 所謂陰性書寫就是表面上看起來 一點一點調理都沒有 那麼囉嗦嗦嗦的 然後緩緩緩緩的 當然陰性書寫也是有調理的 一定要記得這句話 陰性書寫是自然有調理 你要怎麼反覆自慢 還是要有調理 不能沒有調理 就是說我是使用陰性書寫 不可以 因為陰性書寫這幾年很流行 這十年來很流行 諸氏姐妹 諸天心諸天文 他們最擅長這樣子 那麼各位也可以體會 那陰性書寫也很不錯 因為它可以反覆的 來陳述同一個事情 然後達到某一種 循環反覆的那種效用 或者是強調的效用 但是在陽性書寫裡面不宜如此 尤其是在論說文裡面不應該如此 論說文就不能夠使用陰性書寫 書寫文繼續文都可以 所以要看文章的題材來決定 好 那麼秦召王已破造長平君 已經攻破了 這個事情在安息王十七年發生 就是所以他說已破 那麼 那他不寫怎麼破 因為就被破了嘛 造長平君 這就是被坑殺四十萬的那個長平之一 這個我上次也請各位回去自己猜看實際 好 那麼這一年是西元前260年 那麼衛安西王是257年 所以又進兵為邯鄲 打敗了趙的長平君 又進兵去為趙都邯鄲 趙國的首都 所以趙國被打人慘 那所以趙國跟秦國是 有非常非常大的仇恨 那麼被人家坑殺四十萬你可以想到 國家的壯丁幾乎都被消滅掉了 所以各位看過中國大陸那個這 那個那個拍的那個英雄吧 看過李連傑演的 很有名的片子 那麼很多人稱讚 那個電影就技術來講拍得很好 就技術 但是就情節跟主題來講是不能說成功了 因為趙國的人他把那個刺客設定為趙國人 趙國人竟然還不願意有機會刺殺秦始皇 竟然他沒有把握機會 這在心理上面不太講得過去 他如果把他設定為別國的人還可以講 趙國人基本上不會如此 當然他是要告訴我們說秦國統一天下 是有意義國這個天下蒼生的 他好像是從這個角度當然是替這個 現在中共的政治來背書的 所以他的政治正確性是很好的 可是舊小說或者是舊戲劇來講 他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們要注意他情節跟主題之間的關係 各位可以注意這個 他說又進兵為邯鄲 所以趙國差一點要亡國了 那麼為邯鄲這就是成下之為 所謂成下之為是攻到都城底下 然後都城如果被攻下的話 他國家就滅亡了 所以成下之為是很嚴重的 那這個趙國當然差一點要完蛋了 好公子的姐姐 那魏公子的姐姐 這應該是親姐姐 為趙惠文王帝平原君夫人 是趙惠文王就是 趙惠文王的弟弟是平原君 那麼你看 那個平原君是趙惠文王的弟弟 然後魏公子是魏安息王的弟弟 他們的情況是很接近的 都是公子 所以他們有姻親關係 所謂魏王及公子書 所是屢次 魏牌是剛剛我們寫的那個證 這裡當然是送 遣送 好幾次送信給魏王及公子 又給魏王又給公子 希望達到效果 反正不管誰 反正有人出兵就是了很重要 當然也希望公子去跟魏王講 要出兵當然需要魏王派人才有可能 所以請就於魏 魏國來請就 魏王使將軍禁筆 降十萬眾救召 魏王也親自派兵 派禁筆帶兵 降十萬眾 降是帶領的意思 救召 所以派出十萬的兵士 要去救召 魏王使勢告魏王 秦王對不起 秦王使勢告魏王也 第一個使是動詞 第二個使者是名詞 使使者派遣使者告魏王 秦王派使者來 恐嚇魏王說 無公召但目且下 我現在在公召國 早晚就要公下了 且是將 早晚將公下 但目是形容時間很短 早上到晚上 早晚之間就會公下來了 也就是我一天之內 就把他公下來了 鵝諸侯敢救者 這個鵝是弱啦 如果 若諸侯敢救者 若諸侯有敢救者 如果諸侯有人膽敢來救召 以拔召 這是假設已欺 如果我已經供下召 拔是供許的意思 必宜兵先其之 我第一個就去供他 就我先我把趙公下來 下一步就是 打那個幫忙趙國的人 這當然就是說 你魏國你敢來 敢來下一個就打你 魏王恐 只能指禁筆軍 對不起 只能指禁筆就是派人 讓禁筆不要再進軍了 那這裡可以看出來 魏王就是魏安西王 是一個不太 呃 承受得了恐嚇的人 跟他恐嚇一下 他就啊 這個不要再進軍了 留軍畢業 留軍是停止進軍 畢業 這個畢 這是兼畢輕野的畢 這裡畢當動詞 駐紮的意思 駐屯 駐屯 那就是停軍了 不要走 留軍畢業 所以就再把軍隊啊 停在業這個地方 然後 停止進軍 名為舊造 表面上是舊造啦 名是 實至 實尺兩端 名實 名實 名實不一嘛 名是表面上 實是實際上 實際上是此兩端一關旺 兩端是兩頭的意思啦 那就是說看一看啊 誰贏啊 比如說如果秦金贏啊 就不出兵 如果秦金輸呢出兵啊 可以得到功勞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 首屬兩端的人啊 就是說看看哪邊 見風轉舵啊 那麼以官旺 官旺看哪邊啊 可以得到好處 那用這幾句話 就可以看出來啊 魏安息王其實 不是一個 有能力的國軍啊 好 那因為這樣子啊 就讓魏公子 陷入了一個困境啊 平原軍使者 關蓋鄉祖於魏 讓魏公子曰 聖所以自父為婚姻者 以公子之高義 為能及人之困 金寒丹淡幕祥秦 而魏舊不治 安在公子能及人之困也 且公子眾興盛 氣之祥秦 獨不臉公子子也 到這裡是那個 平原軍講的話 好 公子喚之 朔請魏王 集賓客便是 遂亡萬端 魏王魏秦 忠不聽公子 好 這是第六段到這裡 那麼 平原軍使者 官蓋鄉祖於魏 好 各位看考證 考證 官官免 蓋車蓋 祖連夜 官蓋鄉祖 使者往來不絕夜 住得真 真清楚惡藥 非常清楚 官就是帽子嘛 蓋就是車蓋 這是形容使者的各種 威夷裝飾 鄉祖 祖是聯祖 鄉聯祖一位 就是說不停地派使者 不停地派使者 奔忙請出兵 所以浪未公子業 浪是責浪責備 這就是責辣 這就是責辣 責辣 責備公子啦 就是說啊 我聖 所以自負為婚姻 這 這個平原軍照聖 他名字 在別人面前要 或是說血心的話 要自稱要稱名字 聖 所以 所以表原因啦 我自負為婚姻的原因 以公子之高益 因為公子 以是因為 因為公子你有高益 為能及人之困 為能是必能的意思 一定能及人之困 所以我才願意跟你結為婚姻嘛 自負為婚姻 這個負是負託的意思 我自己願意跟你依附啊 依附子你跟你結為婚姻就是 你具有高益 高益就是高度的道義啦 就是看到人家有危險啊 有需要幫助啊 你就會出來 跳出來 所以能及人之困 及什麼什麼之困 就是以別人之困為及啦 是吧 以別人的困難啊 來心急 所以急這一當動詞 引申為操心解救 這樣子啊 把別人的疾難啊 當成自己心上的問題 然後幫忙解除 所以是解患的意思啊 我及人之困就是解除人 解解除人家的困境啊 好 金函丹丹目祥秦 而未救不治 這不用解釋啦 安在公子能及人之困也 安是何啦 安在就是何在 哪裡看得出來啊 哪裡見得啦 公子你能及人之困也 這樣子啊 那麼 這個也不是 不是以末的肯定詞 而是以末的反問詞 安在公子能及人之困也 哪裡看得出來啊 你能夠及人之困呢 這樣子啊 那麼且公子重輕盛況且公子你即使不看重我 重是重使即使 輕是不重視 輕視的意思 輕視我看不起我 當然是這個當然是故意要用激將法 就是說你瞧不起我 棄枝祥秦 拋棄我來投降秦朝 這個枝就是指這個平原君 你拋棄我不要了 然後你就讓我投降 讀不連公子職業 讀是起的意思 難道 難道你不連公子職嗎 公子姐就是他的姐姐 公子你的姐姐 難道你不會連是愛的意思 這連不是可憐 難道你不愛你的姐姐嗎 那你的姐姐也要一起給他犧牲嗎 就我好像你不重視也就算了 那難道你沒有想到你姐姐也可能犧牲嗎 那動之以親情 前面是以明 然後底下是以情 所以這個遊說 很有層次的 平原君就先跟他講說 你本來有能及人之困的高明 什麼道義 那現在你不要高義了 你不要明了 不要明了 你就瞧不起我 瞧不起我 難道你連姐姐也不要嗎 這樣子 好 公子換字 所以公子就很憂心 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也看到 公子的能力並不是很好 那人家這樣一講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在那邊 好像急的半死 可是沒辦法 有啊 他就 他就 死出了一個什麼辦法呢 說請魏王 好幾次啊 去請求魏王說出兵啦出兵啦 魏王根本不理他 那急兵客便是 睡王萬端 又派出兵客便是 睡王萬端 萬端就是萬方啦 各種方法啦 萬端是指 想盡各種辦法 端是端序的端啦 就是萬 萬端其實就是萬班的意思 萬方 各種方法來睡 有派出兵客便是 兵客便是當然都是他的門客嘛 可是王還是不聽啊 魏王魏琴忠不聽公子 所以 你可以看到啊 公子在魏王的前面 在面前是沒有什麼低位的 他沒辦法 不會聽他的啦 當然 以國家來講啊 魏國去救兆是有危險性的 除非你有把握把秦國打敗 這就是魏公子也沒辦法 魏王也沒辦法 那誰有辦法呢 當然 現在也沒辦法 他先讓公子陷入困境 我們看到司馬遷 這個一路寫下來啊 那我們看到公子是很愛 是很愛財啦 也很能夠 用人 可是啊 他好像 自己啊沒有 很好的 計謀 以至於啊 在這種情況下 他只好說不然去死算了啦 他就要去跟人家一起死 所以 公子第七 第七段 公子 公子自舵 終不能得知於王 既不獨生而令造王 乃請賓客 約聚聚百儀聖 欲以客 往復秦君 宇造俱死 行過一門 見活生 拒告 所以欲死群君壯 辭絕而行 活生曰 公子免之意 老臣不能從啊 公子行樹里 心不快 曰 吾所以待活生者 被天下莫不聞 今吾且死 而活生 成吾一言半死送我 我其有所思哉 傅隱聚 還問活生 活生下曰 臣故之公子之環也 先到這裡好了 自己這一段 也用對話來寫 寫得非常的生動 那麼 這個公子自舵 舵是揣舵 姑娘 自己揣舵 自己想想 自己姑娘姑娘 這個不能得志於王 沒有辦法從王那邊 得到軍隊 這個知識指 舊造的具體措施 得王告訴他說 我們真的出兵 沒有辦法 再說想一想沒辦法 確實沒辦法 所以要從王這邊 出兵是不可能的 所以祭 祭是絕技 絕技 絕對 決定 不獨生 不自己活著 而令造王 就是他活著 趙若王的話 他也不要活著 就是要跟趙一起死 那這個被 被那個平原軍把他逼 逼急了 他這個 你看他的名 他重視名 魏公子一輩子就是 要這個 能高有高益的美名 所以他被逼 被逼的 就說不然我跟他一起死算了 沒什麼了不起 完就死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 魏公子是不怕死 這一點他倒是 有他的這個 就是說 願意為他不能做到的事情 去犧牲的 所以 乃請賓客約居 聚百於聖 於是就請 這個請當然是要求的意思 要求賓客約 約是集的意思 聚集 因為本來是整備的意思 整整理 在這裡是聚集 聚集 聚集百於聖 一百多部車子 一百多部車子 已經算不錯了 這個車子 應該是指冰車 應該指 不是一般的那種車子 有什麼用 至少在我們現在的話 應該是坦克車之類的 不會是開冰室去 開冰室去 人家對方 炸彈打一打就死了 衝鋒陷陣一下就死了 所以這裡應該是聚集了 一百多部的這個 車子要 冰車要去打仗 所以 御乙克 這個 率領 御乙克 復勤軍 想要帶領 帶領 門客 往復勤軍 復是奔復的意思 就去跟秦軍 結一死戰 派一百多部去 當然沒什麼用 但是表示說 我願意犧牲 沒關係 我就是為這個 能及人之困的這個美名 高義 我就去做 所以 御乙克 往復勤軍 以趙俱使 跟趙國一起死 好 那這個讓我們看到 這個困境怎麼解決呢 結果 行過疑門 到東門了 到東門了 見活生 俱告 所以 遇死群軍狀 告 俱是接的意思 詳細的意思 所以是表示原因 遇死群軍狀 是想要跟秦軍拼死命的情況 把想要跟 想自己要跟克復群軍 一絕生死的這個情況 的原因 跟猴生講 也就是說沒辦法請到 我們只好去死 這樣子 辭絕而行 好這個辭是辭別的意思 絕就是我們這個絕 絕別的絕 辭絕就是 辭行 辭別了 那就開始出發 那猴生就跟他說 哎呀公子免之以老臣不能從 這幾句 這五個這十個字啊 你想一想 我們一聽到猴生說 哎呀公子你努力啊 我老了不能跟著你去死 那照道理 猴生說好我跟你一起去死啊 這樣子啊 但是猴生沒有 當然猴生是結了你去死 你這個太幼稚了吧 所以說你努力去死吧 這樣子啊 那公子行訴理 公子走了極力以後啊心不快 公子雖然這個很 你閒下事但是還是會覺得 我對你這麼好 我要去死了 你竟然說你努力去死吧 這樣子啊 那所以啊 曰 他自己在那邊說 無所謂待活生者悖語 你說我們怎麼知道這一段話 是魏公子講的 當然這就是容許 我們容許他想像嘛 容許他想像這樣子 歷史書裡面有很多 尤其是左傳裡面 左傳裡面有很多 自己在那邊 籃籃自語的啊 結果左傳也把它寫出來 那你就說他怎麼知道 比如說左傳裡面有一段 趙頓要去見國軍 然後就覺得太早了 太早了就在 就在自己的庭裡面的假碎 然後那個有人要來刺殺他 那個禁靈宮派人來刺殺他 然後就自己說 這個人這麼好 我怎麼能夠殺他呢 那個人就自殺了 就撞樹死了 那我們知道 誰聽到這個人講話呢 這當然是寫作的人 以自己的那個想像寫的 這種都是容許的啦 不然的話你說 他有錄音機嗎 還是他有側錄 當然沒有 古代不會有這種事情嘛 好 我們稍稍嚴格幾分鐘 把這一個講到一個地方好了 好 就說 無所謂待活生者備以 好 這個所以是用來的意思 我用來 各位要注意所以 所以有時候是表示原因 有時候是表示這個 不同的這個用法 就說無所謂 我用來待活生者備以 備以是周全啦 我對待活生非常的周全啦 所以這個所以其實 不解出來也沒關係 不說我用來也沒有關係 在上下文來講沒有關係 天下莫不聞大家都知道 我對他這麼好 今無且死現在我快要死了 而活生成五一言半死 成乃 竟然沒有 竟然沒有一言半死 一句話都沒有講 當然有講說你死吧 這樣子 老臣不能從 對不對 我其有所思哉 我難道有所閃失嗎 這個失是缺失錯誤的意思 我難道對他有不夠周備嗎 我這樣才不夠嗎 所以你看這個公子還能夠自我反省 不過反省是說我有嗎 那就說我沒有 我沒有他為什麼這樣對我呢 所以復隱居還問活生 結果又回來說 你為什麼這樣對我呢 這個也很妙 好 活生效應 你看活生就笑著說 前面活生沒有笑也沒有哭 活生效應 陳顧至公子至還你 我本來就知道你會回來 我在那邊等你回來 這樣子 所以你看活生是不是比 魏公子還要厲害 我們看到這一段 司馬遷把活生寫到料事如神 一切都在他的想像之中 所以魏公子不是厲害 魏公子是能養事厲害 就像劉邦不是很厲害 但劉邦對待將領很厲害 能夠降降 那麼韓信是能夠降兵 那麼有一天那個劉邦就問韓信說 這個你為什麼會那麼會帶兵 可是為什麼被我抓起來呢 他說韓信就跟他說我能帶兵 我是善帶兵 可是君王你善降降 善於帶將 帶將領 當然是不是真的是韓信拍他馬屁 還是怎樣 但我們不知道其實劉邦 是不是能降降呢 因為他其實對很沒有禮貌 有人去看他就把他的帽子拿下來撒尿這樣 就他對那個衣服的人他一點也不客氣 但他有他厲害的地方 比如說有人勸他他立刻就會反應 比如張良勸他好幾次他都能做 所以他說我顧至公子之還也 約公子喜事 這個約有一本做日 約如果是做約的話就是說侯聲繼續說 那如果侯聲下約就是日公子喜事 就是侯聲一直講話沒有停 就是臣故之公子之還也 日公子喜事明文天下 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想我是覺得用做日比較好啦 日就是往日啦 往日跟金對比 以前啊 以前公子好事明文天下 金有難 以前你那麼好事 門客這麼多 現在你有難 現在你有為難 無他端而預付群軍 他端是其他方法 我們前面不是說 睡往萬端嗎 那個端就是方法 這個他端也是方法 其他方法 沒有其他方法 你只有一條路 就預付群軍 想要跟群軍一起死 所以考證說端有方也 無他端也無他其側也 屁肉以肉投內虎 就好像把肉丟給惡虎一樣 鯉是惡的意思 困鯉的鯉 鯉就是惡 就你把肉投給惡虎 當然一下被要吃掉了嘛 所以何公之有在 這有什麼功勞 功勳可言呢 有什麼功效可言呢 那麼上安四克 那麼安是用什麼的意思啦 那麼是 安是和啦 一般這個氏都是解為氏奉啦 一般這個氏都是解為氏奉啦 我覺得解為氏奉也可以 不過我覺得直接用 用這個字比較好 氏本來就是做氏就是 用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上安四克是上安用客 就是你還要這些門客幹什麼呢 就你養這些門客幹什麼呢 那意思就是說 他們都想不出一個方法來 一批笨蛋這樣子 所以他不客氣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不能提出什麼計謀的話 我也算是客嗎 所以其實他心中已經有計謀了啦 好 所以蘭公子玉成厚 對待我很好嘛 玉是代的意思 公子往而不送 公子往而成不送 以誓之公子恨之復凡也 我們講到這裡好了 就公子往而成不送 就是我不送你 我不送行 我也沒有什麼話給你 也沒有人也不去 以誓 以誓就因此啦 因此我了解我知道 公子恨之復凡也 恨是遺憾的意思啦 你會心中抱著遺憾或憾恨 這個字是 字解為兒啦 恨而復反 字是連接詞 這裡這個字啊 當成連接詞用就可以了 所以我因此知道 你一定會心中有所憨恨 而又回來問我啦 好 那我們回來看 看這個侯生怎麼出辦法 怎麼想出辦法來 各位可以注意這個傳啊 都是細節都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也有一些 影響國際之間的事 這件事情就是啦 公子再拜 因問侯生 因問侯生乃秉仁建議約 因問盡筆之兵府藏在王臥內 而盧姬意罪姓 出入王臥內 力能切之 因問盧姬父為人所殺 盧姬之三年 至王以下欲求報其復仇 莫能得 盧姬未公子氣 公子時刻斬其仇頭 盡盡盧姬 盧姬之意未公子時無所辭 故未有入耳 公子成一開口 請盧姬盧姬必許諾 責得府府 奪盡筆君 北舊召兒西竊群 此無霸之法也 公子從其祭 請盧姬 盧姬果道盡筆兵府與公子 好 那麼你看這個侯生的祭謀啊 好細膩喔 他顯然是全部都想好了 那麼公子再拜 這個再拜 就是再拜其手 凡事稱再拜都是底下省其手 再拜其手 那這個字讀為起不讀為積啦 當然有人讀積手 你不能說他不對 可是要讀為起比較古音啦 那麼這個起是智的意思 其手是智手 再拜就是古代古代我簡單說一下好了 這個是古代最恭敬的禮就是 拜兩次以後然後頭都要到 你設想一下我現在 我現在是坐在地上 我現在坐在地上 那所謂再拜是 先這樣子先伸出來 這樣子一次 拜了一下 然後手就放到這個地上 然後頭就要放這樣子 拜兩次這樣最恭敬的禮 如果超過三拜就是不 補代是不可以三拜以上的 只有再拜 如果有超過兩次 再拜的話就是特殊的禮 那麼後來有所謂 盾手 盾手跟起手不太一樣 盾手起手是頭到手上 沒有頭沒有到地上 沒有到地上 這個盾手是頭到地上 就是你不是到手上 所以盾手會 弄出流血幹什麼 那以後就盾賞 當然你說 不是王七之常 西之盾手西之盾手嗎 那個時候已經不是 原來的意思了 就是說只是 行李鞠躬的意思了 不是真的叩頭 這叫叩頭 就是盾手或盾賞或叩頭 那不是起手 起手是一種恭敬的 吉祥的禮 那這以後如果還有機會我們再說 公子再拜 因問侯生 因於是就 因就是順子這個機會 公子順子拜 拜謝侯生的機會 就問說那怎麼辦 侯生乃秉人見語 秉是秉退 秉退 見語 見語是詩語 當然有人說秘語 有人說敬語 我想都可以 詩語 那個 各位讀過鴻門宴嘛 後來劉邦不是劍行嗎 劍行 劍行就是 私底下跑掉了 這樣子 所以秉人見語說 秉退旁人 私底下跟公子講話 那講什麼呢 他說 英文禁筆是碧音符 底下不能被人家聽到 被人家聽到的話 根本密謀不成 就被人家殺掉了 我聽說 禁筆的碧音符 各位可以 各位看過講義吧 碧音符 我的講義裡面有寫 我就不說了 就是也稱為符符 他是兩半合起來的 所以要合符 要合符 這些我想 講義有我就不說了 就是 我們趕快把這個文章講過去 然後到時候看看同學們 有沒有什麼問題 再回來問好了 就我聽說禁筆的冰符 那禁筆的冰符 當然這個冰符 留在魏王那裡的冰符 這樣了解嗎 就有一半他帶出去了 有一半留在國軍這裡 所以 藏在王臥內 臥內是寢室之內 臥就是臥室 臥 所以在王的臥室之內 所以他有能力的把他偷出來 那麼淫文 如姬父為人所殺 我聽說如姬的父親被殺了 如姬之之三年 那麼各位可以看底下 首隱 舊解 知之三年 為福之吹也 這當然不對 他說是福尚三年 福尚三年跟 跟我們那個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今按 知者敘也 好 這個司馬正的首隱說話 敘也 就是 姬 心中 鴨姬子 就 姬恨 心中 姬子這個怨恨 三年 這個說法當然也可以通 所以 欲未復仇之之 旭於心 已得三年 考證說 為以 那個 陶原超隱陸世隱 為以 為以保財求人報仇也 鍾景姬得曰 為以金箔知己人報仇也 我想這個說法比較好 通這個字 通這個字 與財務與人 就是等於說用財貨 財貨 然後財務 給人家 然後讓人家報仇 也就是懸賞 我們現在講的懸賞 如今懸賞三年 說 幫我把仇人殺了 給他一億好了 這樣子 給他三百萬這樣子 好 那就懸賞 在治王以下 從王以下 意求報其復仇 莫能得 這個我在懷疑 這真的嗎 從王要抓一個人抓不到 這個 衛免太差了吧 結果公子那麼厲害你看 所以這個 爐雞為公子去 為是對的意思 爐雞就 對你 哭了 對你流淚 說 這個你幫我報仇吧 公子死客斬其仇頭 公子就派你的門下客 把他仇人頭送給爐雞 靜靜如雞 如雞欲未公子死 無所辭 如雞願意為你死 是不會有所推辭的 無所推辭 故未有路 故指示 故就是但 但 指示沒有路 路這裡是機會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來報答你 公子成一開口 成是果真的意思 如果 如果 這是一個假設語氣 公子你如果 你果真一開口 你講話說 如今你幫我把虎虎拖出來吧 如今必許諾 這完全心理通通掌握好了 所以 折得虎虎 他都是假設 這個 如果你開口 如今就喜諾 如果如今喜諾 你就得虎虎 折得虎虎 奪敬比君 那就能夠得到虎虎 來奪敬比君 把敬比的軍隊奪下來 那你有了敬比的軍隊 就能北舊造俄西雀琴 一個扣一個 就北舊造俄西雀琴 北邊可以舊造 西邊可以退琴 好 這個退雀的雀 退雀 不要寫這個退雀 這是不對的 退雀 退雀就是退 雀也是退 不是怕的退 不是怕 所以西雀琴是西邊就把琴逼退了 吃五霸之法也好 五霸我們知道這個 春秋時代的這個霸主五霸 到底是哪五個 這個有很多爭議 我們以後再說好了 發是工業啦 功勳啦 好 那這個是可以跟五霸併美的功勳啦 這樣子 那 所以發就是功勳 公子從其祭請如姬 如姬果道 進筆兵符與公子 完全 寫得輕輕鬆鬆的 就得到了兵符 但是 你知道得那個兵符 脫兵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可是 在 在 活營來看好像是 根本就不會摧灰之力 就得到了 好 公子行 活營曰 降在外 主令有所不受 以便國家 公子集合福 而進筆 不受公子兵 而父請之 勢必為矣 臣克徒者諸害 可以聚 此人立誓 進筆聽大善 不聽可使其之 於是公子氣 活營曰 公子未死也何氣 公子曰 進筆 或這數將 惡恐不聽 必當殺之 是以契惡 啟會死災 於是公子請諸害 諸害孝約 陳乃 世錦古刀徒者 而公子 親塑存之 所以不報謝者 以為小禮無所用 今公子有疾 此乃成孝命之秋也 所以公子拒 好先到這裡 公子行 那公子要出發了 活營就說 你看活營 計畫多周嚴 他說 降在外 主令有所不受 好 這個將軍在外 國軍的命令 他可以不接受 有所不受 就是可以不接受 以變國家 變就是利 以利國家 這個話在孫子九變篇裡面也有 就是說 這個 當然這個是可以 因為 因為國軍在國內 並不知道 戰前 那個 前線有什麼 有什麼情況 他不能掌握 所以有人就在講說 岳飛不是給十二道金牌追回來了嗎 有人說他根本可以不要理他 他根本不理國軍 所以更何況那個軍牌是假的 當然 這就是看你 看你敢不敢賭 敢不敢 敢不敢這個 為以天下昌生後國家之利益為利益 而不是為了做官 那就看 所以這裡當然就是說 恐怕 恐怕禁筆不會給你 所以公子極何符 這個極有兩個解釋 好 那麼公子極何符 公子你極始何符 或是說極何符 如果你何符了 而禁筆不受公子兵 禁筆不把兵權交出來 交給你 受就是交出來 而復請之 而又重新去請問 這個請是請示 請示說真的嗎 那你雖然有符符也沒用 雖然有這個符符啊 拿了也是沒用 他一請就 你就 就完全洩漏了嘛 對不對 你根本沒有 你根本是偷來的 所以勢必為宜啊 那這樣就危險了 所以怎麼辦呢 乘客徒者諸害 這個符筆終於用到了 諸害出來了 可以聚 聚就是邪刑 同行的意思 可以跟你一起去 所以要帶人去 此人力士 這個人是大力士 盡筆聽大善 盡筆若聽大善 若不聽可使其之 這是兩個並類詞 如果他聽他交出兵符了 好啊太好了 如果不聽呢 就派這個諸害啊 擊殺他 那 所以疑似公子氣 疑似公子就流起眼淚來了 當然 活生就說公子餵死也和氣也 公子你怕死嗎 你為什麼哭呢 這樣子 那麼這個也還是 這個也還是跟這個也啊 不聞啦 一樣啊 你哭什麼呢 公子說啊 禁筆呢 是霍者術將 術將就是老將啊 就是一個老將軍啊 那霍者是什麼意思呢 霍者啊 我們這邊有註解啊 那麼霍者他說啊 第一個 疑解說 未多辭聚也 不知道什麼叫多辭聚 大概唠唠叨叨的意思 那 對不起 這是所影的話 不是疑解的話 疑解只有註音 然後正義說 正義說啊這個 聲淚雲 或大笑 這大呼 那就是大呼大叫 那大呼大叫 是什麼意思呢 也不太清楚 那底下考證說 鍾景姬德曰 或這與或詐同 鋼劍 就他很勇 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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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劍 董芬曰 或這即相與 因物刺詐 壯其勇氣也 我想董芬講得很好 就是說這個 這個 禁筆啊 就像像與一樣啊 那麼大聲呼叫 大家都怕他 這樣子 這個非常勇 非常勇敢 那麼他就說啊 或這究竟是 我們衛國的一個老將軍啊 而且是一個很神勇的老將軍 惡恐不聽 去了以後啊 怕他不聽 不聽啊 就要急殺之了嘛 所以必大量殺之啊 事以棄兒啊 和 起位使哉 我流淚是因為啊 這下子一定會把禁筆殺掉 所以這個 至乙棄兒 我們書上是寫這個乙嘛 就這個乙 這個乙是 這樣子 其實他就通這個乙 可是再把他繞回來 你看看 就是他這樣寫 所以 古代刻書就會刻成這樣子 或者是出來一點點 古代的那個以 及 是 常常搞得分不清楚 我們現在是 要分得很清楚的 有出頭沒出頭 跟是不是合起來 是不一樣的 好 至乙棄就是所乙棄啦 我為什麼哭呢 那我就是因為怕禁筆要死啦 所以 起位使哉啊 我不怕死啦 那這 有這麼一段寫啊 就可以看出來 魏公子還蠻人愛的啦 如果沒有這一段 你把這個情節刪掉的話 就是說 為了他自己 他就犧牲別人 所以 每一個情節都有意義 各位要記得 敘事作品每一個情節都有意義 你要去找出他的意義在哪裡 你找出意義來加以解釋 你就讀得通情節了 每一個情節都是為了 達到某一個主題 或某一個人物的刻畫而做的 好 那麼 於是公子請諸害 就是請就是 就是去拜拜拜訪他啦 諸害下約 陳乃世錦古刀徒者 這個乃 這個乃 史記裡面的乃 常常寫成這個乃 這個這個古字的乃 我 是 這個乃 是是 我是市井 這市井就是 就是市場的意思 這井水寄局之處 那麼古刀 古刀就是動刀啦 古就是拿著這樣耍弄耍弄 古刀就是拿刀啊 塗著殺豬殺牛的人 而公子清朔存之 你看 存是存問 親自屢次來存問我 表示他前面真的有送他東西嘛 所以公子怪之那個就是說他送好幾次他都一次都沒來看他 所以不報歇的 所以表原因 不報歇的原因 以為小禮無所用 小小的禮啊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啦 所以 我們前面說上安士課那個士啊把它解為用啊 就是在這裡 上安用課就是那課有什麼用呢 那這裡說有用啊我就是要給你用 我現在不是小禮 我現在是危險的時候 所以金公子有吉 此乃成效命之秋煙 乃還是四啊 這是我效命之秋 秋是時機的意思啦 秋本來是一年收穫的季節嘛 那麼在這裡就是最適當的時機 這是我效命的適當的時機啦 所以歲與公子聚一事就同行了 公子過謝侯生 侯生曰陳依從老不能啊 我應該去啦 但是我不能去 這個過謝 過是拜訪 謝是辭別啦 那麼我們一直把過都當成拜訪 那麼是因為他前部下來 解為拜訪最容易通 那麼一個字啊 如果在一篇文章裡面 能夠做一種解釋 可以通的話 我們就儘量不要做不同的解釋 這是迅古的原則就是 用字的習慣就是給他能夠 一種解釋最好能夠全部都通這樣 所以公子就去跟侯生辭刑 意思就是侯生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這樣子才希望他去啦 那侯生曰陳依從老不能啊 我是應該去可是我太老了 當然其實他還是可以去啊 他不去的原因其實是底下要自殺 請屬公子行日 屬是計算啊 我算一算你啊 這個到底要走多少日啊 行日就是行程啊 我看看你的行程 比如說你要走十天還是二十天啊 這樣子啊 然後 以至晉筆君之日 北相自警已受公子 公子遂行 我 你到晉筆君那一天啊 我就向北自殺 北相自警 那因為他在北邊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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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筆在夜 夜在這個 他們的 這個 首都的北邊 所以我說北相 這個相 我們現在就寫這個相 本來是相 後來加上這個相 後來就省成這個相 這個字 在幹什麼 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樣寫可以看 兩個人坐著在對坐在吃飯 所以相相嘛 相相 相相這是相對的 相相的意思 所以後來把他 後來因為這個借出去當相 相正的相啊 那這個字就變成說多加一個生符 這個就是生符嘛 所以變成本來是相形揮一字嘛 現在變成形生字 形生字把它省掉以後 就變成純粹是 純粹是這個 這個相 這個相 本來不是說不做相對的意思啊 好這個是順便講到啦 就是說因為我看到有同學說 他對中國文字很有興趣 那有人是對中國文學很有興趣 我們辦上什麼人都有嘛 一個戲什麼人都有是應該的嘛 有人對語言學很有興趣 有人對文字學很有興趣 有人對聲音學很有興趣 有人對聲音學很有興趣 有人三四個都沒興趣 有人文字聲音信鼓通通沒興趣 那他只有對文學有興趣 我想也可以 也可以 你只要讓那些科及格也可以嘛 至少要及格嘛 不要說每科都要很好 但是至少要有一點興趣 找到一個興趣 讓你可以在台化中文系裡面 自悠遊自在的過大學生活 好 所以北向至景 向北邊自殺 以宋公子 你看用這個宋字很妙 來送你去啦 那也就是說我以死啊 來堅決你的決心 你這一次的出軍啦出兵啦 公子遂行 於是公子就出發了 你說公子好奇怪喔 前面禁筆要死啦 你就在那邊哭 活影要死你一點都不都不擔心 是什麼意思 這就沒血 我想公子應該會說你不要死啊 你何必這樣子呢 那各位想一想 活影為什麼要死 他出計謀的 他出計謀的 他沒去的話一定會被抓起來嘛 一個 可能 另外還有沒有可能 因為他沒血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好推測啦 有沒有什麼可能 這是隱藏的 這個情節後面沒有告訴我們原因 其實史書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告訴我們隱藏的奇怪 因為你怎麼知道原因呢 你司馬遷怎麼知道原因呢 原因是推出來的嘛 好 有沒有可能 知道嗎 如果活影一死啊 公子是不是非作不可 不然白白犧牲了一個人啊 不然公子搞不好走到一半 我不要去了酸啦 溜走 那他不能不去啊 因為活影不管你 反正你二十天到他就自殺嘛 你十天到他也就自殺 反正他一定要自殺就死了嘛 所以其實有可能是要堅決公子的決心 也可能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能推測啦 反正啊 古人對於生死啊 跟我們現在是不一樣的 古人認為值得死的 他就死了 他不會管說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死 我們現在當然都會告訴你說 哎呀打一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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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死不如歹活 這樣子 好像活著嘛 因為中國大陸不是有拍一片活著嗎 非常有名啊 如果讓 如果要看這個 我寧可哥讓你們看活著 但是想盡辦法要活著 這中國大陸的實況嘛 因為他們經濟太差了 就是用各種辦法就是要活著 那鞏利很有名的作品 早期的名作 好 那這裡 這裡侯永皇跟生命沒什麼關係嘛 生命就是為 為之極則死嘛 所以我為你死沒關係啊 有這個味道啊 好 所以公子遂行 那底下第九段 至夜 繳衛亡令 待禁筆 禁筆 禁筆何福 遺之 舉手示公子曰 金吾勇十萬之眾 屯一敬善 國之眾任 金單居來代之 何如在樣 亦無聽 諸秀 諸秀 四十斤鐵錐 追殺禁筆 公子遂降 禁筆軍 樂兵 下令軍中曰 父子聚在軍中 復歸 兄弟聚在軍中 兇歸 獨子無兄弟 歸養 得選兵八萬人 進兵集勤軍 勤勤解去 遂就寒膽存兆 好先到這裡 先拆一下 好 好 那麼 製業啊到這個禁筆 駐紮軍隊的地方 腳 腳是假船啊 我們說腳網過中的那個腳 腳就是 虛腳的腳 假船 假船 衛王令 代禁筆 說衛王派我來代你 禁筆和服 禁筆 第一件事情說你把服服拿出來看看 一和 沒錯啊 但是移之 和服之後還覺得可移 果然又如猴生所料 所以舉手是公子曰 好 這個詩怎麼解釋 舉手是公子 拿著手給公子看 還說你看看我這樣子 因為是嘛 舉手嘛 手怎麼能試呢 你們知道這個怎麼解釋比較好 舉手是公子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們當然你們都是兵好了 你們是十萬兵好了 那我現在跟魏公子在 然後進民就說你看我有這麼多兵 所以舉手是公子 拿手來看 你看看嘛我兵罪這麼多 所以舉手是公子曰 金吾有十萬之眾 你看 我擁有十萬眾 屯一盡煞 國之眾任 我是國家的眾任啊 金乃單居來代之 君就是乃的意思 乃單居來代之 你竟然啊 只有幾部車子來啊 你就來了 當然單居不是只 沒有單單一部車子來 就是說你 你根本沒有帶兵來 何如災 怎麼回事呢 何如災 怎麼會這樣子呢 究竟是怎樣呢 所以欲無聽 想要無聽 雖然和服了 但是想要不理他 就是所謂降在外 軍令有所不受嘛 所以果然如猴聲所料 所以諸害呢 袖四十斤鐵錘 諸害把四十斤鐵錘啊 藏在袖子裡 你說哇 怎麼藏啊 好 這就是跟古代的衣服有關係 古代的衣服是寬衣薄帶嘛 衣服很寬 所以他可以藏 大概古代衣服這邊是寬寬的 裡面可以放東西 裡面有袋子 所以古代不是隨時都可以拿東西出來嗎 當然你可以說穿到那個 把他裝成胖子這樣子 反正就是說 因為四十斤 四十斤應該也不小 可是也不至於太大啦 因為鐵錘嘛 這個大鐵錘 鑽大概從這裡的靈感 大概從這裡來 好 那袖當然是動詞啦 藏於袖中 袖中藏了四十斤的鐵錘 錘殺進筆 用鐵錘啊 錘殺進筆 就把他錘死了 不知道是飛出去的 還是用錘的 搞不清楚 因為鐵錘 這個錘字 是不是後來我們的那個錘 那個錘也不敢肯定 反正就是一個鐵棍還是鐵棒 好 那麼靜錘 這個被殺了 公子遂降 靜錘軍 一切果然如所料 樂兵 樂兵 樂是約束的意思啦 樂兵其實就是 閱兵啦 檢閱軍隊啦 檢閱部隊啦 所以樂兵是管轄一下 那大家來操練一下 就說我現在啊 帶兵啦 軍 將領換人了 下令軍中約 一事就下令軍中 我們看到 我們不知道魏公子會不會打仗啊 不清楚 因為根本都沒看到他有什麼什麼 不知道他有什麼才能 但是他大概知道民心 知道怎麼樣有人會願意幫你 為願意為你付出 願意為你犧牲 所以他就下令軍中說 父子聚在軍中復歸 如果父親兒子都在軍隊裡面 那父親回家 讓兒子可以專心打仗 那麼兄弟聚在軍中 兄歸 哥哥回去 弟弟安心打仗 獨子無兄弟 如果軍隊裡面是獨生子 家裡也沒兄弟 那歸呀回家去奉養父母 這個各位看過 搶救連恩大兵嗎 為什麼要去搶救 因為他家裡面剩下那一個 不能讓他死 這就是我們 人道上面應該如此 不能讓他全家都犧牲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兄弟 沒有兄弟暫時怎麼辦 暫時不可以 所以讓他歸養 這就是得民心的一種方法 所以得選兵八萬人 他總共帶十萬 也不夠派回 也不夠回去兩萬人 但是這些人就願意打仗了 選兵是經過挑選的精兵 叫選兵 禁兵及秦軍 秦軍解去 遂舊邯 存兆 你看 這個打仗 多大的打仗 竟然只用了十幾個字就寫完了 而且禁兵及秦軍 秦軍解去還不到十個字 這是打什麼仗呢 沒有打仗的感覺 好這是學左傳的 左傳常 司馬遷寫戰爭比左傳差多了 左傳那個寫戰爭 前面寫了一堆都是理由 講誰會贏誰會輸 後面打仗有時候 根本幾句話就寫就打完了 但是有時候打得珍惜 什麼事情 誰在那邊跑來跑去他也寫 就是看他要打到什麼效果 我們以後會看韓之戰 我們讀到左傳的時候 我們會看韓之戰 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爭 你就可以看到左傳寫戰爭 因為司馬遷重點不太寫戰爭 實際上我看魏公子不太會戰爭 那是有人願意幫他打 當然為什麼秦軍搞了那麼半天 卻被魏公子一下就擊敗了 這個他也沒寫 結果司馬遷也並沒有詳細交代 不過打贏是真的 秦兵就解去 那當然也可能打很久 打很久所以秦兵也想要回去 所以他就解去 但是沒有說為什麼 所以舊涵單存葬 所以舊涵單存葬 把丞下之為解除了 趙國就存活了 所以這是真的是五霸之法 所以這是魏公子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道府府啊 那麼舊涵單存葬 這是魏公子最大的一件事 我想大概是可以說是最風光的了 那麼因此他就在趙國啊 地位非常高 所以趙王以及平原君 至贏公子一戒 平原君赴蘭史為公子先贏 趙王再拜曰 自古賢人未有其公子則也 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以活生爵至君活生國北相至敬 以上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是寫 魏無忌啊魏公子啊 用侯營的計謀 契兵符就趙 這個史莫啦 他詳細就是寫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 對對魏公子來講實在是太重要的 這個功法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 趙王及平原君啊 自贏公子一戒 自己出來迎接啊 在邊界上面迎接啦 在邊界來迎這個魏無忌 平原君赴蘭史 平原君啊身上啊 杯子蘭史 蘭是箭袋啦 就是用皮革做成的放箭的袋子 史就是箭嘛 所以身上杯子箭跟箭袋 那麼這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武裝啊 身著武裝啊 然後類似我們後來的 引導者啊 就全副武裝啊 帶領子 等於 呃 名義上就是變成說是 魏公子的庸人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給他使用的人嘛 就是為他帶路 然後幫他帶 所謂先導就是引導啦 就是這個先領就是先導 引導他入國啦 回到城內 那是很客氣的一種禮節啦 古代啊 那麼 呃 卑躬區區的一種一種禮節 所以全副武裝的來做引導 好 趙王再拜好 剛剛我們講過趙 再拜就是再拜其手 這是最恭敬的禮了啦 那國君啊 來跟魏公子迎接 然後就再拜其手說 至古賢能唯有幾公子 從古以來啊 沒有人像你這麼賢能的人了啦 這樣子啊 那這次達到幾點啦 當時時 在這個時候 當時時就這個時候啦 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這個人就是公子的意思啊 不敢自比於公子就是 不敢跟公子說我跟你一樣 平起平坐 沒有辦法 因為他根本沒辦法跟他比 他的能力快要魅國了 快要被人家亡國了 好 那這裡是寫他的地位啊真高啦 那公子與活生絕 這個絕還是絕別的絕 治君活生國北相之景 這個收術啊 活生自殺 告一個段落 那麼有了這一句 就表示說活生真的自殺啦 好 底下是第三大段啦 第三大段是公子再造啦 公子流造 所以 為王怒公子之道齊兵府 絞殺盡筆 公子一致之也 以卻群存造 使將 將其君歸位 而公子獨與客留造 造孝成王德公子 之角度盡筆兵而存造 乃以平原君祭 以武成風公子 公子文之 亦交君而有志公之色 客有遂公子曰 勿有不可忘 厚有不可不忘 苦人有得於公子 公子不可忘也 公子有得於人 願公子忘之也 且角為王令 奪勁筆兵以舊造 餘造則有公義 一味則未為忠臣也 公子乃至交而公之 且為公子不取也 於是公子立志則 勢若無所隆者 到這裡 這是第十段 為王怒公子 盜其兵符絞殺盡筆 這不必解釋 當然生氣 公子亦治之業 公子亦治治復國復兄 就是自己知道理虧 偷兵符又把將軍殺掉了 所以以確勤純造 已是完成事 已經完成了退勤純造 就是退勤純造之後 就使將派領 第一個使當然 使當然是動詞 這個第一個將是 將軍就是名詞 將其軍的將是動詞 使將將其軍歸位 而公子獨以克留趙 公子就跟那些門下克門 就留在趙國 趙教成王得公子 這個得是感恩的意思 趕姬 以什麼為德 就是以公子有得 趕姬為公子 角度盡筆兵而存照 哪以平原進祭 就跟他商議 說要以五成封公子 以就是剛好我們講的這個以 以就是用 用五成 用五個成詞 來封給公子 表示感謝 公子聞之 公子聽到說 人家要送給他五座成詞 就亦交金而有之功之勝 這個 交金 驕傲金發 這個金是金發 金誇 而有志功 自以為公 自以為有公之神色 榮色 這個色還是榮色 意交金 意這是神意 意太的意思 意太交金 就是有交金之意 就是臉上顯出一種 哇我了不起 我功勞很大 那麼 容揚揚自得的樣子 課有稅之夜 有就是禍的意思 課課稅之夜 有課 有門下課 就來跟他講 這個不寫誰 戰國策有人 戰國策有名字 叫唐居 唐居 那司馬先把他刪掉是 他覺得不必寫人 還是這個道理很簡單 還是他不喜歡唐居 我們不知道 他就說有一個門客 就來說 遂公子曰 誤有不可忘 誤就是誓的意思 誓 誓有不可忘 有些事情不能忘 或有不可不忘 有些或還是有 或有就是有些 有些不可不忘 有些一定要忘掉 府能由得一公子 這個府是發以詞 第二個也有人解為弱 當然也可以 發以詞 我想就可以了 人有得於公子 有人有得於你 不可忘也 你不能忘 你要記得 記得了恩惠 公子有得於人 願公子忘之夜 你有得於人 你不要記得 你曾經有得於人 這個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做到很難 通常人就是一點點 給人家一點點好處 記得一輩子 然後就說 他為什麼還沒報答我 一直想說他要報答我 這樣的話就不好相處了 因為你一直覺得 你對他有功勞 對他有恩惠 那如果你 這個一點點小事 你就一直記在心上 其實就說 小願你也記 小恩你也記 那別人可能忘掉了 當然如果你是 別人對你有恩 你不應該忘 你施恩於別人 你就忘了就好了 當然這樣子的話 人際關係就好 而且 無往而不利 所以公子有得於人 願公子忘之夜 你不要鞠躬 好 不要鞠躬 這是 這是 不鞠躬這是很難得的 當然不鞠躬 這是老子最重要的一個政治哲學 什麼事情都可能是他做完 他不鞠躬 他永遠都不鞠躬 這個鄭雅雲 你81章都背起來了 這個應該很熟 老子的不鞠躬應該很熟 好 我們有一個同學 小學就背了老子81章了 知道 鄭雅雲同學 他家教從小就叫他背老子 這是比較特別的 在中國裡面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是有背輪語的 我們上一屆有一個背輪語的 他是學校要背輪語的 整個學校都要背 那是就是整個學校的政策 這些比較特別的 不過我們中文系比較沒有要求背 但是如果你們能背那當然更好 以前我們也會背 現在當然不行 以前有些文章我們都背起來 比如說像莊子 荀子 我們都背了幾篇這樣子 然後要考試的時候 就把原文背出來 就比較快 不用在那邊解釋 不然你寫不完嘛 好 那我不要求同學背 但是你要讀熟就是了 要讀過去要知道什麼 什麼意思 至少要能夠敘述出來 好 所以這個 且第二層 且繳衛亡令奪盡彼兵 以舊造 餘造則有公義 對於造國你是有公 餘衛則未為忠誠也 對於衛國呢 你卻不能稱為忠誠 一個事情有兩面好幾面嘛 就至少這兩面來講 你對造國有公 對衛國你辜負了衛國 你對不起衛國 所以公子乃至交而公之 公子你竟然竟然竟然 你自己交金的認為有功勞 交之就是驕傲這件事情 竟為公子不取 竟是私底下的意思 私意以為公子不取 不取是不以為難 我私底下認為公子你這種行為 我很不以為難 那就是我看不慣你這樣做 你不應該如此 一世公子立志則 立刻自己責備自己 世若無所容 世若 世若是世還是若 若還是世 世若是好像無所容者 我們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所容 這個容是安頓的意思 容是接受安頓的意思 容是接受安頓的意思 那麼容身 那鎖是在這裡 這裡把它解釋為促鎖也可以 把它解釋為一個 戒詞也可以 無所容就是沒有地方可以容身 就好像沒有地方可以容身 就好像沒有一個地洞 挖一個地洞抖掉躲起來好了 形容他太慚愧了 慚愧到沒有臉見人 所以世若無所容者 就好像沒有地方可以容身 那麼 趙王自營 指主人之利 引公子就西街 公子側行遲讓從東街上 我們先到這個地方好了 我們先說 趙王掃除自營 這個掃 掃除自營是 趙王親自去掃街 然後自己迎接魏公子 那麼當然這是一個 掃除街道就是掃 那麼表示恭敬 表示恭敬 這是古代 迎接遠方大賓客的一個禮貌 就說 貴客來了 所以要把街道掃一掃 然後去親自迎接 這當然就是代表說 他很重視這個人 所以掃除自營是指主人之利 指主人之利 自己迎接 而且是趙王 所以指主人之利 你看 引公子就西街 就是接近的意思 就在這裡是行的意思 就 靠近西街 那主人要從東街 那麼客人要從西街 所以他把他當櫃客 那引公子就西街 公子側行辭浪從東街上 側行是側身前行 辭浪是謙虛退浪的意思 所以他說從東街上 東街本來是主人之街 你看集結說 客禮記曰 主人就東街 客就西街 客落降等 則就主人之街 然後底下考證說是禮記驅禮上 這禮記驅禮上說 主人走東邊的階梯 客人走西邊的階梯 你說還有東邊西邊的階梯嗎 各位回想 各位想一想 廟裡面有沒有 廟大一點的廟 他其實有三個街 中間有一個街對不對 然後旁邊左右各兩個街 中間那個街你不能走 那是神走的 那中間那個街 比如說如果是供殿的話 那是天子走的或諸侯走的 你只能走東邊西邊 譬如說我們 通常我們會從 左邊進去右邊出來 叫出湖口這樣子 那你那個左邊右邊 要以那個廟本身的位置 所以你要從你的右邊進去 你的右邊就是廟的左邊嘛 然後從另外一邊出來 這就是 這其實就是左邊右邊的那個問題 那也是主人街跟客人街的問題 那我們想一想他這個描寫是這樣子啦 那個 趙王就是說 假設我們說這邊是西街好了 我們說請走這邊請走這邊 然後那個魏公子就說 我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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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走這邊 那他就側行就是 我們本來走是這樣走嘛 這樣走他是這樣走這樣走 就表示客氣就是 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通常很大方的走就是正常這樣走 那如果你驕傲一點的走就是 這樣走 那他就這樣走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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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走這邊去 那就表示說他一下子被人家罵了以後他很謙虛 因為前面不是被那個誤被那個客把他修了 把他訓了一頓嗎 所以公子認為啊 哎呀我沒有資格當貴客啦 不能說不能說啦 所以他就很謙虛 就自言罪過 自己說是罪過 這是古代的罪字 那據說啦 據說這個字啊 據說是被青史皇改的 因為這個是看起來有一點皇帝的那個 雖然沒有不過我不敢說不敢說這個說法對啦 因為古人不會這樣子 古人寫字這個字不應該是 這個 字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人體器官裡面的一個 鼻子啦鼻子 就字心是所以是有罪啦 啊用這個罪呢 你說這個用是非是四次做錯事嗎 這是什麼 蛤 再來 網子 網子啦 做錯事就要被掏到網子裡面去 優以連蟹嘛 你不是優以連蟹你還記得 司馬仙優以連蟹有沒有 司馬仙被囚禁起來了嘛 這是罪 這個是後來造出來的 那 所以自言罪過 自己說啊我做錯事了 我做錯事了 叫什麼 哪以負以衛 無功以兆 因為啊他說啊因為我對不起 我對不起衛國啦 對不起衛我是真的啦 無功以兆 無功以兆是客氣的 真的是有功以兆 但是說啊我我錯了我錯了我錯 我做不好做不好 這些都是客氣話 好 趙王四九字幕 口不忍獻五成 以公子退讓也 公子盡留趙 趙王以浩為公子湯木義 為亦賦以信林奉公子 好 這個這個自言罪過以後啊 然後就講了客氣以後 然後趙王四九字幕 四九就是賠酒啦 賠子喝酒 趙王就一直賠著公子喝酒 到晚上 什麼時候開始請客呢 大概總不至於到 搞到傍晚才請客嘛 一定是白天請客啊 古代請客 不太會在晚上請客啦 因為晚上請客有很多不方便嘛 現在當然是晚上請客比較多嘛 那所以請客請很久 口不忍獻五成 你說哇趙王好吝嗇喔 不忍獻 這不忍不是真的不忍嗎 不能不能的意思 口不能獻五成 也就是說嘴巴說不出來說獻五成給你 為什麼 因為公子退讓 公子說我沒有功勞 我沒功勞這樣子 公子一直說我沒功勞 所以五成也獻不成了 所以不是他不願意獻 而是獻不出去 是因為公子不接受 所以公子淨留趙 公子啊終究還是留在趙 趙王以浩為湯木翼 趙王封給他一個翼 封給他浩 浩成 這種湯木翼 湯木翼在我們的補充資料裡面也有 各位可以看一看 這是古代啊 諸侯要禁見天子啊 住下來以後要在那邊摘戒沐浴 表示恭敬 所以叫湯木翼 湯木翼就是給你洗澡的 那他是浩 所以他也有永遠一個成 衛義父以姓林奉公子 衛國呢也在把姓林送給公子 就說公子你隨時回來 這表示衛國也有點怕他 那衛國為什麼怕他呢 等一下 衛公子不爽我帶兵回去打你 你哥哥這個哥哥還做了兩國 國軍嗎 當然有可能啊 歷史上面常常有這樣兄弟打 兄弟打仗的啊 我們都知道 你們都讀過鄭博克段的憶恩嘛 弟弟要打哥哥啊 哥哥就去打啦 所以兄弟打仗是常常有的 因為要躲位子嘛 那趙公子 那個衛公子當然不會啦 他不會這樣做 不然的話他恐怕有機會期待他 好底下 公子留趙 公子還是選擇留在趙 就是公子並沒有因為衛義父以姓林奉公子 就回衛國去 好 底下 第十一段 公子文趙有楚氏茅公 常以博圖 薛公常以賣江家 公子遇見兩人 兩人自逆不肯見公子 公子文所在乃見不亡 從此二人兩人由盛歡 好 那麼先到這裡好了 那麼公子啊聽說趙國有楚氏 有兩個楚氏茅公薛公 楚氏是有學行而隱居不適的人 就是楚就是居啦 居就住在家裡面不出來做官 叫做楚氏 那比那個 比那個 侯淫更嚴重 就他們根本連小官都沒做 常以博圖 茅公常以博圖 茅公啊 躲在哪裡 茅公寄生在哪裡 寄生在賭圖 博圖就是賭圖 就是他不知道是在賭博館裡面幹什麼 什麼在澳門裡面幫人家看肚場這樣子 好 那麼薛公呢 薛公常以賣漿家 薛公啊 常生啊在賣漿家 這個漿 不知道是豆漿還是酒漿 古代啊 只要是水做的就叫漿 所以我們有說酒漿 酒漿 應該是賣酒的啦 賣酒的 就是說薛公在賣酒的那裡面當家 然後茅公在賭博的那裡 反正兩個人就藏身在那裡 那這種都是所謂三教酒流所藏的啦 公子遇見兩人 想要去看這兩個 兩人自逆不肯見 自己藏起來不願意見 為什麼呢 當然是考驗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想見嘛 那公子可能搞了大派頭 帶了很多人去 結果太沒意思了 我們不想見 所以公子文所在 公子探查出他們在哪裡啊 劍步其實劍就是師啦 剛好我們講那個劍與的劍 就是為虎出行啦 什麼 屍底下沒有帶水蟲 往從此二人遊 跟著這兩個人交遊 這個遊是交遊 不是遊戲啦交遊 就是在那邊交談啊 說什麼什麼有趣啊如何如何啊 交換意見這樣子 所以兩個人啊就三個人啦 盛歡 就交往很高興 那平原君聞之 為其夫人曰 使 吾聞夫人弟公子 天下無雙 今吾聞之 乃望從伯土賣將者由 公子望人耳 夫人已告公子 公子乃謝夫人去 曰 使吾聞平原君賢 故父為王而救兆 以稱平原君 平原君之從 之由 徒豪居爾 不求是也 無際自在大良時啊 長文此兩人前 製造恐不得見 以無際從之由 尚恐其不我欲也 今平原君乃以為休 其不足從游 乃莊為去 這一段也都是用對話 所以用對話可以呈現出人的情緒 跟個性 那麼 這個平原君聽說 魏公子跟毛公 薛公在那邊交往的很高興啊 就跟他的太太講 也就是跟魏公子的姐姐講 說是 以前啦 以前 這個追溯嘛 是 我聽說 不是以前 我聽說夫人弟 你的弟弟啦 公子 其實夫人弟就可以了 所以他又要加一個公子 那這個公子顯然是司馬遷家的嘛 所以夫人弟 天下無雙 你的弟弟啊 你的弟弟 魏公子天下無雙 這個沒有人敢跟他比 今無聞之 你看 今對始 現在我聽說 乃 旺從伯徒賣將者有 旺是 胡亂隨便的意思啦 隨便的啊 跟隨啊 伯徒賣將者啊 交由 公子旺那個 公子是一個荒唐的人 公子是一個神經病 這樣子啊 那是隨便 隨便啦 就太沒有選擇了 這樣子啊 好 夫人已告公子 這個他姊姊就跟他 跟魏公子講 公子乃謝夫人氣 這個謝是辭別的意思 公子就說啊姊姊啊 我要走了 這樣子啊 我不住了 我要回家了 我要回魏了 是吧 也是用史啊 史無聞平安君弦 以前我聽說平安君弦 故父未亡而救趙 我為什麼會附未亡而救趙 是因為要對得起平安君嘛 所以啊以秤平安君 這個秤是合附的意思啦 附合啦 相附就是合啦 相秤啦 我們說這個對秤的秤 以秤平安君就是 來跟平安君啊 呃 呼應啦 就說他是賢嘛 所以我不能不賢啦 我要跟他相合啦 平安君自有圖豪居耳 平安君的交友啦 平安君的交往門客啊 只圖 但只是啦 只是豪居耳 豪奢的舉動啊 豪奢的行為啊 豪誇豪奢 就 所以平安君只不過是用交友門客來顯示出他很有錢 很有地位而已啦 非 不求是也 那個 這個耳啊 是一個 語住詞就是阿 類似阿 當然你讀為 把它讀為耳語也可以啦 兩個都可以通 反正當成 當成住詞就是 只不過是好舉啊 這樣子 那只不過是好舉而已 當然也可以啊 不求是也 他不是真的要求是 不是真的要求賢是 那麼在魏公子來看啊 不管地位高低 只要他有才 就是賢是 所以毛公薛公地位那麼差 在那邊賭博啊 在那邊賣酒啊 他認為他們還是賢是 平安君是認為 地位那麼低 怎麼會是賢是 所以這個 實際上就差了一截啦 所以司馬 司馬先用這個 用平安君來對比 魏公子 對比信林君 把信林君高高的抬起 那平安君被壓抑啊 那如果你去看平安君賺平安君 其實也沒那麼差 但是他因為要跟他對比 所以我用了對比技巧 那寫人最好當然是用對比技巧 一個人很高 然後再另外一個人比他更高 那就可以比 把它比下去 好 那麼 底下要說啦 他說無記自在大良食啊 我在衛國的首都的時候啊 常聞此兩人賢啊 我就常常聽說 這兩個是賢人啊 製造恐不得見啊 到造了以我怕見不到他呢 以無記從自由 以我為無記的身份 跟隨他交由啊 善恐其不我慾 不我慾就是不慾我啦 不要我啦 不要跟我交由 不想要跟我交由 好 不我慾這個把名詞啊 拿到前面去強調 我們現在是不慾我啦 不要我 他是用不我慾 我他不要 我要他不要 所以善恐其不我慾 近平安君 乃以為休 乃還是禁啦 現在平安君 竟然啊覺得羞辱 羞辭 竟然覺得我跟他交由啊 他羞辭 那其不足從游 這個其是只是代名詞啦 他 平安君不足從游啊 不值得 主是值得的意思 不值得跟他交由 從游就是交由啦 那當然這個其字 也有人把它解為只是代名詞的 第二個有人把它解釋為代 代 代 代不足從游 一個語氣 一個 也可以講 不過我想就用這個代名詞就可以了 其不足從游 這種人啊 不值得跟他交往 乃莊為去 莊為是莊而去 莊為 為解為兒好了 莊為去是說 準備啊離開 準備打包啦 打包離開啦 夫人 夫人距與平原君 平原君 乃免官謝 故留平原 故留公子 平原君門下文字半去平原君歸公子 天下四 父王歸公子 公子清平原君客 那以上第十一段 也是第三大段結束 夫人距與平原君 夫人詳細把這個話 跟平原君附述了一遍 平原君哪一免官謝 遺失啊就免官謝 謝是謝罪啦 免官是脫下帽子 古代脫下帽子就是表示啊 他失禮那個等於有罪啦 各位常常看到平具或什麼 就說把他帽子 把他烏紗帽摘掉 那就是他不能戴帽子 不能戴帽子其實就是有罪了 要降罪了 那古人很重視帽子 因為他是身分的代表 那麼行冠禮以後 古人行成年禮以後 帽子不能隨便不戴 出門一定要戴帽子 所以他代表的是一個身分 那麼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看過 那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裡面就有一個女生就是拿帽子來開玩笑 那各位知道現在你很少看到外國人戴帽子 可是你們看到英國皇室要結婚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戴很奇怪的帽子對不對 因為帽子代表是他們的身分 所以他們要古禮的話要戴帽子 那以後我們有機會再來講 就是說帽子這個 在世界各地都是一種代表 都是禮儀文化的代表 我們下學期講莊子的時候再來講好了 莊子裡面有人賣帽子 那個再說好了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 趕一點課好了 難免官謝就是把帽子拿下來 然後就去謝罪說我對不起 我誤解了 顧留公子 顧是堅持 堅持留公子住下來 公子 對不起 平原軍門下文之 平原軍門下課文之 門下的門客們 聽到這件事情 半去平原軍歸公子 有一半跑去 魏公子那邊 那當然是不是真的一半呢 反正就是有人跑去了 天下是父王歸公子 天下之間的門 天下的門客 又很多人跑來歸公子 所以公子 青平原軍 這個青本來是青島的意思 青本來是青側 這裡其實是躲啦 那所謂青平原軍科用的也很傳神 那本來青零軍跟平原軍 就是魏公子跟平原軍可能是一半一半 比如說各有三千人這樣子 那現在另外一邊可能變五千人 一邊甚至一千人這樣 那就是歪一邊去了 好 以上第三大段 寫公子再照的千讓跟好事 好 然後再來公子留照十年 你看又過了十年 十年也沒有寫不寫 不歸 那麼秦文公子再照 日夜出兵東花衛 未亡換之 始始亡請公子 公子恐其怒之 乃借門下 借門下底下就是公子講的 有敢為 未亡始通著 到這裡 賓客皆被未知照 莫敢勸公子歸 好 我們再看 先回來 公子留照十年 這個一住住十年 不歸啦 不歸位 秦文公子再照 秦聽說公子留在照 所以日夜出兵東花衛 這又是司馬遷故意寫的 好像有公子在 衛狗就不會被打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 衛狗還是一直被打 並沒有不被打 所以他特別要強調公子好厲害 這究竟不是世家 所以他可以這樣強調他 所以日夜出兵東花衛 衛王換之 衛王覺得被打得很慘 所以就此事亡請公子 派世哲說你回來吧 那個弟弟你回來這樣子 公子恐其怒之 公子怕他生他的氣 恐其當然是指這個衛王 恐衛王還在氣他 那有一個本質做怒喜怒之 那就很傳神了 就衛公子生氣他哥哥在生氣他這樣子 那當然就兩個互相生氣這樣 那如果是恐其怒之 就表示他對他哥哥還有一點點怕怕的 當然有可能 兩個都有可能啦 不過我們這個本質是恐其怒之 恐其怒之好像比較客氣 乃戒門下 一事就告戒門下 警告門下說 警告門下課說 有敢為衛王使通者 有人膽敢替衛王使者通報 死我就處死他 也就是說不要給衛王使通者 來跟我見面 這樣子 不要通報衛王的使者 所以衛王的使者 又見不到他 賓客皆被衛之兆 所以賓客們通通從衛跑到兆國去 因為他這樣一講 就表示他不回國了 他賓客可能有人在想說 我們主人很快就要回來了 所以也沒有跑到兆國去 那現在這樣一表示說 我等於不回來了 所以大家都跑掉了 莫敢勸公子 可是不敢勸公子歸 那沒有了活生 沒有了活營 好像那些奔科都沒用 基民國道之徒 沒有什麼用 那毛公薛公來了 毛公薛公有用了 毛公薛公厲害就在這裡 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眾一趟 明文諸侯者 徒語有畏也 金秦公衛 衛籍 而公子不敘 此情破大樑 而宜先王之中廟 公子當和面目立天下乎 與衛籍族 公子立變身 告車出駕 歸咎衛 衛王兼公子相語氣 而以上將軍映 受公子 公子睡將 好先到這裡 那麼這個毛公薛公兩個人 往見公子 前面是公子往見他們 他們現在是主動來見 所以約啊 兩個人就說公子所以眾一趟 這個所以是表原因啦 公子眾一趟的原因 為什麼你被趟所眾事呢 眾跟青啊 兩個是 前面不是說那個那個 青公子嗎 前面不是有說他這個 公子眾青勝 那個平原君不是講這個嗎 青 眾就是看眾就是眾事 青就是看青就是瞧不起 所以這個是 眾一趟 就被趟國啊 守眾事 受到眾事 明文諸侯 你能夠被趟國重事 又能夠明文諸侯 徒已有畏也 徒還是淡 剛剛我們寫過了 只是因為有衛國在啊 你是衛國的公子啊 所以如果衛國沒有呢 你還算什麼呢 你是亡國之人啊 所以金秦公衛 現在秦要公衛了 衛籍 衛國很為籍啊 而公子不敘 敘是憂的意思啦 公子你一點也不憂 不擔憂 不替衛國擔心 你好像自身事外跟你無關 史秦破大樑 這個史是假史 假使秦國公破大樑 而宜先王之宗廟 宜是平的意思 宜先王之宗廟 就是把宗廟產平啦 把先王的宗廟產平 剛剛我們不是講過說 這個丞下之為嗎 那大樑是衛國的首都嘛 衛國的首都被公破了以後啊 他們的宗廟就會被宜平 那古代啊 如果把一個國家公破啊 就會把他的宗廟毀掉 讓他不存在 那麼當然這個意思 也是有羞辱人家的那個 祖先的意思啦 就是說你的 你等於被我取代了 所以你不可以有祭祀的地方 所以秦先王之宗廟是表示 王國啦 把你國家滅亡了 公子當何滅目立天下乎 這個當一般都解釋為應當啦 你應當還有什麼滅目立天下呢 可是應當不太通 第一個就是應當啦 我覺得這個 該當還是不太好 因為他們上下文不太對 這個當應該都會上 你還有什麼滅目立天下呢 公子上何滅目立天下乎 因為 上跟當都是從上的 這個 當字其實 拿掉田就是上啦 所以 假借為上 公子尼啊 還有什麼滅目立天下呢 就你變成國家滅亡了 你還是公子嗎 你國家你都不擔心 宇位其足 話還沒講完啦 毛公 薛公 宇位其足啦 這是燦上省略 公子立變色啦 公子臉色立刻就變了 他被講到要點了 告車出駕 告車出駕 告車是告訴 昏復啦 告訴昏復 昏復輪背車 那個去 不會觸 當然這個去其實是這個軀的假借字啦 軀捨的軀的假借字 軀就是快走 我們上次講過啦 快走就是快一點 快一點準備準備駕車啦 所以催促啦 催促說駕車啦 回去啦這樣 歸就位 你看這個寫得非常的 節奏非常的快 然後立刻衛王見公子 衛王就見公子了 歸就位也不用寫了 立刻就到 相語氣 相語是相對的意思啦 相語氣是相對的氣啦 相語本來是相交往的意思啦 那這裡當然是相對流淚 兩個人啦 至少這個時候啊 同心協力為國家一起努力啦 所以啊 因為衛王現在也沒辦法 解決 所以他只好啊 暫時相信他的弟弟嘛 所以而以上將軍印受公子 把上將軍的印啊 交給公子 所以公子啊 就變成上將軍了 公子睡將 公子就當了將領啦 當了將軍啦 這是他第二次的工業 第二次就是帶兵啦 真正帶兵 所以公子大概還是會打仗啦 只是他沒有特別寫他會打仗 好 衛安西王 三十年 重要的時代 所以就寫出年代來啊 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爭啦 這也是在秦國是莊襄王啦 莊襄王的三年 這一年是 兩百四十七 戲演前兩百四十七 就是在前面那個 公子劉肇十年那個 一樣同一年 公子始事便告諸侯 諸侯文公子將 各遣將將兵就位 公子率五國之兵 破秦軍於河外 左門鰯 遂成勝族秦軍 至韓國關 易秦兵 秦兵不敢出 這個是公子第二次的風光 那衛安西王三十年啊 公子始事便告諸侯 公子派世澤啊 便告諸侯 通通跟諸侯我們講說 我現在是衛國的將軍啊 諸侯文公子將 諸侯聽說公子現在在帶兵 所以各遣將將兵就位 諸侯好像一聽到公子將兵 立刻就通通來了 那不是公子將兵好像都沒有人理 這個又用衛王來消遣 這個又來又消遣衛王來凸顯這個魏公子 所以 五公子就率五國之兵啦 有沒有 秦楚造 寒淹五國 對不起 齊楚造寒淹啦 當然 衛國自己算在裡面 所以等於六國嘛 你把秦國扣掉就可以了 等於是擁有六國之兵 就破秦軍於河外 黃河之外啦 黃河以南啦 左門鰯 這個左是敗左的意思 擊敗 擊退 蒙敖啦 把蒙敖打敗 那麼蒙敖是誰呢 蒙敖是蒙田的祖父 這是秦國的將領 大將領 好 遂乘勝族秦軍 乘勝就追秦軍追到寒谷關啦 那各位說到寒谷關就是 東西方的一個大關口 那麼義秦兵 義是壓制 壓制秦兵 秦兵也不敢出 把秦兵被壓 壓得死死的 把秦兵壓在寒谷關之外 好 這是第十二段 好 當世時啊 這個公子威政天下 諸侯之客 進兵法 公子皆明之 故事俗稱魏公子兵法 當世時就在這個時候啦 在這個時候在 在魏公子啊 率五國之兵破秦軍 易秦兵不敢出的時候啊 公子威政天下 這個政 政座的政就是我們現在寫 政動的政 地政的政 威政天下威名政天下 諸侯之客 諸侯的門客不是他的門客啦 諸侯的門客們啊 進兵法 進是憲的意思啊 憲兵法 進憲兵法 就是把兵法送來給他 公子皆明之 公子就把他提為 魏公子兵法 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那麼魏公子兵法現在沒看到啦 不知道司馬遷有沒有看到 司馬遷說不定有看到 那麼其實公子並沒有寫兵法 是別人寫的 那你說哇公子 茂名頂替 但是古代啊 一人一棒啊茂名啊 他還覺得很光榮 就是那個被茂名的人 會覺得很光榮 因為他的書會被 提這個有名的人 然後他會覺得被受到重視嘛 所以跟我們現在很不一樣啦 我們現在的話不能做這種行為啦 我們大概就是比如說 某某假兵法 某某宜兵法 不能說是某某人寫的兵法 不過古代是有這樣子的 就是說 養客的人啦 養四的人他就可以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 呂世春秋 就是呂不韋的門客寫的嘛 那也是提呂不韋住 這都是這樣 然後留 淮蘭子也是淮蘭子的 淮蘭子的門客寫的 也是提淮蘭子 淮蘭王留安啦 所以世傳啦 世祖的一般通稱的 魏公子兵法 就是當時的人 覺得魏公子很會打仗 所以就來 願意投靠他啦 秦皇患之 乃行今萬今一位 求盡彼克 令悔公子一位王 因為公子王在外十年以 今為魏將 諸侯將皆俗 諸侯圖文魏公子 不文魏王 公子亦亦就因此 亦就 亦亦因此時定南面而望 諸侯魏公子之威 方譽共立之 以上 悔公子以魏王約到方譽共立之 是那個 禁筆的門客去跟魏王講的話 好 我們先到這裡 魏王 秦皇患之 秦皇覺得有魏公子在 根本沒辦法去 對六國怎樣 或對六國怎樣 所以說行今萬今 這個行是使用啦 行會 行會錄啦 就是 收買 收買這個 用萬金啦 到魏國去 求禁筆客 這個尋求 禁筆的門客 禁筆被追殺了嘛 所以他一定有門客 還在魏國不得志的 就用金萬金 各位注意這個金萬金 金是銅的意思 是青銅啦 古代 古代稱金就是銅 那要不然他就是稱銀 或白銀嘛 那金呢 你說金他就一定要稱黃金 稱金不能說是金黃金 稱黃金才是金 才是黃金啦 那銀就是白銀 那金就是銅 這個很清楚啦 古代很清楚 不會弄錯 那你說銅有什麼好用的 各位要知道銅 銅是在古代是最常用 最常見到的 現在銅也還很貴 那有很多東西是要用銅 才有辦法 用金是不行的 那古代的 不管是武器啊 貨幣啊 大部分都用銅啦 好 所以行萬金啊 以衛啊 求盡彼克 另毀 另就是讓他 使毀公子以衛 衛王 派他這個毀就是詆毀啦 不加銀字編也可以啊 我們現在的詆毀都寫這個 當然你加了銀字編也是一樣 詆毀 就是講講謊話啦 講不實的言語 就跟衛王講說 公子王在外十年以公子 這個聚生在外啊 就是劉王在外十年啊 那確實啊 衛公子再造十年嘛 經為衛將 現在啊擔任衛國的大將軍 諸將 諸侯將皆屬 諸侯的將領們啊 都歸屬於他 這個這個屬是歸的 歸屬的屬啊 歸他所管啦 不是前面那個 灌溉鄉組的那個組 那個灌溉鄉組的組是鄉領 這是歸屬的意思 這是歸屬的意思 諸侯當文魏公子 好當還是圖啦 圖文魏公子啊 諸侯圖文魏公子 諸侯只聽到魏公子 不文魏王 沒有聽到有魏王 就是說諸侯眼中啊 只有魏公子 沒有不把你魏王當一回事 那公子 這是講 怪在的情勢 說啊魏公子 現在回國了啊 擁有 軍權 大家都只看到他 不理你 公子呢 公子亦欲因此時 公子他也想要啊 趁這個時候 因此時 因是趁這個時候的意思啊 因此時 就趁這個擁有兵權的時候 定燃滅而望 確定啊 可以燃滅而望 那麼當然就是 準備稱王了啦 燃滅而望是 國軍就是坐在北邊 面向南邊嘛 所以燃滅而望就是 當國軍啊 當起國軍來了 諸侯為公子之威 諸侯們啊 畏懼公子之威權啊 方於公立之 正要共立之為君啊 公立為魏王啊 好 好 那公子有沒有這個意思 那公子應該沒有這個意思啊 但是這樣一講啊 魏王本來就怕怕的嘛 現在又給人家這樣一講 總是覺得啊 好像有一點點可能喔 所以 秦碩始反見魏賀公子得利為魏王魏也 魏王日文去魏也不能不信 或果使人待公子降 好 這到這裡是一段 十三段 那麼秦碩始反見 好幾次派反見諜啦 這反見反見就是去 去行反見諜的人 魏賀假裝恭賀 怎麼假裝恭賀呢 譬如說他就假裝說 這個去魏王面前說 啊公子你已經稱為魏王了嗎 那他假裝他不是魏王 那當然魏王就一聽說 我還是魏王怎麼是公子呢 那就越聽越不對這樣子 所以魏賀公子得利為魏王 魏也 立了呢還是還沒有立呢 魏也立為魏王 或魏立為魏王 那他把他直接寫說 得利為魏王 魏也 是立了呢還是還沒有立 所以魏賀假裝 這都是裝的啦都是假的嘛 魏王日文其位 每天聽到有人在誹謗他弟弟 不能不信 於是啊就相信了 後果使人待公子降 就把公子的兵權取下來了 公子也乖乖的就交出兵權了 你看可見公子完全沒有造反的意思 不然他就 呃帶著這一隊軍隊啊就造反了 好 那麼這是第一 底下還有一段 底下一段 非常的快啊 節奏非常的快 公子自治在於匪配 乃蟹病不曹 以兵客為長夜飲 飲存酒 多駿赴擬 日夜為樂飲者或月飲者 嗜睡 敬病酒而足啊 齊睡衛安息王亦轟 秦文公子史史蒙敖公衛 拔二十成出至東郡 其後勤燒蟬十位 十八歲 而魯未亡 屠大梁 一段就把他寫 三個人死掉 又國家滅亡了 所以公子自治在於匪配 公子自己知道啊 再次已匪廢 因為 也就是因為 因為被毀謗而被廢棄不用啦 廢就是廢棄 稱病 就是說 應該說自己說啊 對不起對不起我生病了 我不能上朝這樣子 所謂謝兵不朝就是 推脫生病了 不願意去朝見他哥哥啦 不想跟他見面這樣子 所以就在家裡面啊 跟賓客們為長夜飲 跟賓客們在那邊通宵達旦的喝酒 剛剛不是同學們說要去 晚上去吃宵夜嗎 他們就每天晚上在那邊吃宵夜 不過吃宵夜沒有 他是通通在喝酒 飲醇酒 這個醇酒是醇厚的酒啦 就是 就是融類的酒 好的好酒啦 照道理飲好酒是不太容易死掉的 不過每天喝喝太多了 然後還有多敬婦女 就是酒色都不必啦 所以多敬婦女這個話就表示 他沉溺在酒色裡面啊 不願意面對現實 所以這也是魏公子的弱點 魏公子是受不了打擊 照道理好你不要這樣子 那了不起我不要做官 我不要我自己過自己的日子 也就可以了嘛 幹嘛這樣子呢 所以他也是不善於自處的人 這是他的缺點 可是司馬仙輕輕是把他帶過啦 好像都是哥哥害的 哥哥讓他這樣子的嘛 所以日月為月雲然後日月為樂雲 就是行樂雲酒啦 白天晚上都在那邊行樂雲酒 白天晚上在那邊喝酒啊 跟婦女玩這樣子啊 次年 敬併酒而煮 這五個字啊寫得非常的那個 用這個禁字啊 是竟然啊 病酒而煮啦 竟然 應該說是 我們現在叫什麼 酒精中毒 酒精中毒 竟然酒精中毒死掉了 所以病酒而煮 因為喝酒過度啊就死掉了 那當然這五個字充滿了 哀嘆或者是開嘆啊 一個 堂堂的魏公子 這麼樣有才氣的人 這麼樣愛才的人 竟然因為不能被重用而沉溺久舍啊 就死掉了 所以充滿了開嘆 那齊順這一年啦 他死的這一年 魏安息王一轟 魏安息王也死 這哥哥又不先死 先死的話可能還有一番作為 那哥哥就看著他弟弟死他才要死 這司馬先用安息王開始 也用安息王結束 所以魏公子在他的哥哥的 前世的籠罩之下等於沒有辦法發揮 他一輩子只做過兩件事情 一件事還假行假傳聖子 那麼一件事是哥哥有需要要求他 那個他不回來他後來自己爬回來 然後做這兩件事情 其他好像都沒有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秦文公子死 你看他又把那個 司馬先要把魏國的魏王啊跟公子啊 連結在一起 秦國聽說公子死了啊 就派門熬公衛 那前面公子沒死啊 雖然每天在那邊喝酒 好像也不來公 那是不是真的呢 去查一查 說不定不是真的 但是就是要把它嫌成這樣子嘛 因為公子一死魏國就死了 這是魏公子列傳裡面的預設 預設的立場 所以拔二十成 以外一下就被公掉二十成了 出至東郡 就至了秦的東郡 東邊的郡縣 其後秦燒蠶食 燒是漸漸的意思啦 蠶食就是像蠶一樣 蠶吃商業一樣 慢慢的把它吃掉了 所以這個很具象 很具有意象啊 慢慢的啊蠶食味 慢慢的把味供一下 這邊供一塊那邊供一塊 然後供了十八年啊 十八年以後啊 這個是西元前二二五年啊 剛剛是二四七嘛 那因為又過了四年了嘛 二四七再減四 然後再減十八這樣子啊 這一年是秦始王二十二年啊 這一年就是秦始王統一天下 二十一年統一天下啊 好 俄魯魏王 俘魯了魏王屠大樑 這時候的魏王已經不是他們兄弟的啦 當然是另外一個是叫魏王甲 屠大樑 果然把大樑屠殺了 那麼前面啊 茅公薛公就說啊 如果你不回去的話 你大樑就會被屠 結果現在呢 現在還是被屠了 不過是在二十幾年以後啦 那麼因為有魏公子一舊啊 至少魏還活了幾年這樣子 好 高祖始為 高祖始為肇時 朔文公子賢 集集天子為 美過大樑長辭公子 高祖十二年 從己情不還 魏公子 至首總五家 四十歲以公子 四十歲以四十奉勢公子 好 這是個結束啦 這是第十五段 寫魏王 這個魏國被滅亡之後 然後寫到漢高祖來 那魏國被滅亡 沒有人祭祀了嘛 可是啊 因為魏公子啊 竟然有人幫公子祭祀 而是由漢朝來幫忙的 所以寫到漢朝來 高祖當然是劉邦啦 劉邦始為肇時 剛開始還地位卑微啊 這個 這個為肇是指地位卑微的意思啊 不是年紀小啦 那高祖始為肇時 剛開始他地位還卑微的時候 就朔文公子賢 就常常聽到公子賢能啦 好 那麼集集天子位 等到集位 等到他集天下 漢王的這個位 這個漢朝集位的時候 就等於平定項羽之後 楚漢之爭之後 美過大梁長食公子 這個美跟長是對應的 只要經過大梁 他就去拜公子 只要經過大梁 就去祭拜公子 也就是說對於 對他表示敬意 那他沒有去拜魏王 因為魏王不值得拜啊 所以特別去拜公子 高祖十二年 高祖十二年啊 高祖十二年啊 是西延前一百九十五年啊 高祖集會十二年 從極情不煩 從極情不煩 從什麼後來 從極情不煩 是由攻擊晴步回來 晴步就是陰步啦 他受過情刑 所以稱為晴步 史記裡面有晴步類傳 如果同學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現在沒有時間給各位介紹晴步 就是說晴步造反嘛 晴步跟韓信是很重要的 那後來他被逼造反嘛 那劉邦親自去打他 然後回來啊 經過大梁 所以魏公子 致守總五家 替公子啊 安排啊 守墳墓的人啊 有五個五戶 五家就是五戶啦 五個家庭啦 全家庭啊 他的工作就是守總 守那個墳墓 那你說幹嘛要用五家 就表示重視嘛 五個家庭 五個家庭在墓旁邊 放他守 四四歲 四四歲是四世代代啊 每一年 四四三十年叫四啊 四四歲是每一年 每一代每一年啊 就是不斷的不間斷的 以事實 以是按照的意思 按照事實 按照春夏秋冬奉事公子 事還是這個祭祀的事 奉是恭敬的意思 恭敬的祭祀公子 好 那麼以上是第四大段 第四大段是寫公子的晚年啊 那強調他一生之進退啊 生死都關西著衛國的存亡 那用正面啊 來寫無忌的賢能 跟他因為被毀以後啊 衛國啊 就從此一蹶不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